第761章强敌志 唐欢刚细细地打亮了几眼 眉头就已微微皱了起来 此刻 黎天恩的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面旁战红 手背隔脚轻轻暴突而起 甚至连举着黑色巨石的双臂也在微微站立 似乎极为吃力 天位原石 竟然如此沉重 唐欢有些惊讶 哦 黎天恩突然咆哮一声 举着黑色巨石 向前奔腾而去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他就冲出坑洞 可下一刻 他便再也支撑不住 双臂一沉 黑色巨石向前砸落 轰得一声 半颗石头都已沉入泥土之中 石头表层的青色气息快速消散 显露出了天位原石原本的黑色光泽 至于黎天恩 则是虚脱一般 双手扶着巨石 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这一小段距离似耗尽了他所有的力量 看到这幕画面 紧跟着冲出坑洞的胡凯和陈忧等人都是面面相去 惊愕莫名 黎天恩可是真灵武重的强者 虽伤是未曾痊愈 一身实力却依然强横 可现在举着一块巨石跨越了这么点距离 就跟去掉半条命似的 黎兄 你没事吧 唐欢出现在巨石旁侧 眼中惊异更浓 对于原石而言 表层的石胶坚韧至极 但非常的轻 其重量主要取决于内部蕴含的宝石 普通的上古原石如此 梦幻原石和天位原石也是如此 一颗神石便以沉重致死 用包括神石在内的众多材料锻造出来的武器 重量又该是何等恐怖 那样的武器 也不知要怎样的修为才能用得了 惊奇之余 唐欢经不住新潮澎湃 只觉浑身血液都要沸腾起来 在小世界 唐欢锻造武器的水准已是达到了 练起宗师的巅峰 哪怕是那些神器图谱中的神兵 锻造起来也没有任何难度 可这块天位原石的出现 却是让唐欢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不过 唐欢心中非常清楚 以他现在的实力和气道造意 就算给他一颗神石 他也难以用它来锻造武器 让大家见笑了 离天恩长遇口气 苦笑道 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天位原石 在这以前 我也听说过天位原石非常重 却没想到这东西净重到了这样的地步 光凭我们 怕是很难把它带回去了 啊 几乎是在离天恩话音落下的瞬间 旁侧便响起了一阵喊叫 却是落星空双手扶住了巨石 并以真气将巨石表层覆盖 想如离天恩那般将其举起 可任凭他争的脸红脖子粗 黑色巨石都是纹丝不动 胡凯 陈忧和佟哥等人见状 经不住面面相去 这天位原石害人重量 再次得到了印证 在此之前 他们对天位原石都是指纹其名 今日才真正见识到 可现在这结果 却让人郁闷无比 若是将这颗蕴含神石的天位原石带回虎族 五十小队每个队员都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可惜的是 宝贝就在这里 却没能力送回去 若是有足够的时间 还可以在这里慢慢想办法 然而 他们如今最缺的就是时间 只要收到天位原原石的消息 英族强者必定会马不停蹄必赶来 更何况 这片区域活动的可不仅仅是英族修士 还有龙族和蛇族的家伙 甚至是四大部族以外的修士 一旦消息泄露 这天位原石绝对保不住 怎么办 胡凯抓耳挠塞 急得团团转 放弃尝试的洛星空以及童哥等人也是倍感憋屈 却又无可奈何 唐欢也是眉头为宁 眼中闪过些许迟疑之色 他倒是没有如洛星空那般尝试 李天恩的情况 他已经看到了 换成他的话 就算是凭借强悍的肉躯之力能够表现得更好 也好不了多少 不过 若是动用空间飞行器的话 应该能够将天位原石带走 此刻他犹豫的是 该不该把空间能飞行器曝露出来 虎族也有空间飞行器 但绝不会像他那空间飞行器一样拥有灵性 我倒是有个办法 片刻过后 若星空呼地道 他这话一出 立刻就将包括唐欢在内的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我的办法很简单 若星空连忙道 陈欢兄弟能够遇空飞行 而且速度最快 不如就由陈欢兄弟返回风孝城报信求援 至于这天位原石则先藏起来 然后大家再分成几路返回 吸引那些英族人的注意力 不过我们若是被抓肯定会遭到逼问 为免曝露天位原石最好由陈欢兄弟来藏意 这个法子的确可行 不过 对落星空等人来说确实非常危险 英族人若是抓住了他们 又逼问不出天位原石的位置 很可能会下杀手 而且 以天位原石的重量 就算由唐欢藏意 也藏不到太远的地方去 那些英族人如果将这片区域仔细搜索一遍 很容易将它找出来 可除此之外 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也只能 略意思索 黎天恩便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可他话还没有说完 陈忧就颇为荆棘地低呼出声 大家快看那边 众人一听 下意识地顺着陈忧的目光望去 便见遥远的天际尽头 突然出现了几个小小的黑点 英族人 黎天恩 胡凯等人都面色奏变 惊呼出声 那些英族人居然来得如此之快 现在 就算是想将天位原石藏起来都做不到了 如此珍贵的宝物 找打了如此珍贵的宝物 竟给英族做了嫁衣上 嗡 众人脸色难看无比 可就在这时 一阵异常积月的颤鸣声 突然毫无征兆地钻入了众人耳中 寻声望去 便见头顶上空正悬浮着一个长达十数米的飞缩 晶莹如玉 不断绽放着绚烂的白色荧光 空间飞行器 离天恩最先反应过来 口中惊呼出声 沉忧美眸深处 则是流露出了一抹笑意 空间飞行器 胡凯和洛星空等人先是争了一争 继而便似明白了什么 猛地转眼望向唐欢 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惊喜 第762章宝石矿外 大家不要抗拒 唐欢来不及解释 逼喝一声 巨大的漩涡就已凝聚成形 强大的西式之力从空间飞行器中弥漫开来 一道道身影升腾而起 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 离天恩 胡凯 陈幽等十九人就已进入飞行器内部 紧接着 那西式之力又将沉重的黑色巨石覆盖在内 天位元石 惊呼声陡然响起 继而 一声怒喝遍如滚滚雷音 激荡而来 凭借这小小的空间飞行器 也想从在老夫面前逃走 天真 几乎是这声音落下的瞬间 数百米外 一只体形旁硕异常的白色巨鹰拍动了左翅 一道巨大的韧光随即呼啸向前 吃拉 猎博一般的巨响默然想扯苍穹 仿佛天幕都被撕裂开来 凌厉至极的气息波动瞬间铺天盖地 似有无数锋锐的利刃充塞了包括 唐欢在内的方圆数百米区域 唐欢头皮发炸 心底寒意涌起 只觉浑身都似要切割成碎片 呼 好在这个时候 那沉重的天位元石终于被稀释起来 目入漩涡深处 唐欢没有任何迟疑 意念之间 那空间飞行器便急剧收缩 而他双眼也瞬间化作了黑白两个漩涡 急速流转扩张 当那一变得小巧玲珑的飞缩钻入怀中之时 唐欢身上衣袍甚至皮肤都站裂出了一道道缝隙 鲜血渗透而出 周围草木 一节节地断裂开来 而地面的泥土储 也开始出现了无数裂痕 甚至连那空间飞行器也是接连发出了荡荡的震响 似不断被无形的进气击中 这家伙实力居然如此可怖 唐欢心头震惊 身躯却已被飞速回圈流转的黑白漩涡覆盖 瞬间消融于虚空 和当初在风神古时相比 它融入虚空的速度已变得更快 轰 下一刹那 那如流云飞铺般倾泻而下的白色韧光 便落在了唐欢先前站立的位置 躯空瞬即出现了一波波肉眼都可清晰桥间的涟漪 同时 一道巨大的裂缝也是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后左右蔓延 黑色泥土泵射而起 竟是化作了数十米高的土浪 直冲苍穹 威势害人 呼 弹指过后 一股飞便从高空袭来 将土浪瞬间卷走 却是那只白色巨鹰抵达高空 双翼舒展 遮天蔽日 嗯 那巨鹰飘落在地 金黄色的硕大眼眸之内 蹦射出两道凝弱实质的冰冷目光 迅速扫拭了一圈后 略有些压抑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语调中似有着一抹极力压抑的脑木 居然逃掉了 呼 呼 随即 又有十数之体型要小不少的巨鹰飘落在地 眼神中都露着惊异和难以置信 搜 一只蚂蚁都不要放过 大白色巨鹰落地力喝出声 是 硬和声中 时数道身影毫不迟一地冲上高空 四散而去 大白色巨鹰眼神阴沉 两道目光则是一遍遍地扫拾着周围虚空 似想找出一些许蛛丝马迹 数百米外的丛林中 唐欢静静潜藏着 他并没有马上远离 刚才那一级 他虽成功避开 可还是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已是衣裳蓝绿 身躯北面更是多出了无数细腻的裂纹 一道道金色血线如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 看起来极为可怕 不过 唐欢拥有太阳灵体 欲和能力强的离谱 片刻过后 金色血液便已止住 不再流出 看清那白色巨鹰全貌时 唐欢胸中极为震惊 那英语的法相催动到极致后 就已够大了 可这纸白鹰确实比英语的法相还要大数倍 站在地面 竟是高达十数米 对于拥有四大不足血脉的修士来说 法相体型越大 实力变越强 这家伙的实力绝对超越了真灵之境 唐欢暗吸了口气 心中也是颇为庆幸 这群鹰族人 应该本来就在附近 不然的话 根本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还好一发现他们的时候 就立刻做出了决断 否则 哪怕是当时再有片刻的迟疑 他就不可能完全避过白色巨鹰的攻击 而那等程度的攻击 即便是拥有太阳灵体 也是承受不住的 当然 庆幸之余 唐欢也是颇为欣喜 那白色巨鹰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阴阳虚空到天影显然连真灵之上的强者 都可瞒得过去 可惜的是 现在修为尚浅 这种手段难以长时间维持 转念间 唐欢已是生出了退役 可就在唐欢准备转身的时候 那白色巨鹰突然好似发现了什么 双翅突然拍动起来 他想要干什么 唐欢疑惑地暗自嘀咕了一声 那巨鹰双翅山洞的方向 正是先前那坑洞所在之处 巨鹰挥动的那道韧光 直接披落在坑洞边缘 如今 大半坑洞都已被那道战露出来的裂缝给容纳了进去 而且裂缝的深度更是超越了那处坑洞 吃啦 吃啦 裂博般的声音再次在天地间蹦响 两道旁硕的白色韧光随着巨鹰双翅的拍击之势呼啸而出 竟如皮链般切入裂缝底部 大片大片的泥土宛如滔天巨浪一般 层层叠叠地向四周翻卷而去 巨鹰翅膀不停扇动 一道道韧光击射而出 鹰笑疯狂激荡 那裂缝不断扩张 下沉 天壳过后 巨鹰甚至跃入巨大的裂缝之中 身影消失不见 可土浪却是源源不断地冲了出来 唐欢没有靠拢过去 那土浪蕴含着强横的劲道 他若强行冲过去 很可能会暴露形藏 不过 他隐约能够估算得出来 那裂缝恐怕已经深达数百米 甚至千米 宝石矿脉 没过多久 一声惊呼便不受控制地 从裂缝下方响起 四族搜寻了上百年的矿脉 居然藏在这个地方 好 好 这真是天助我阴族 那白色巨鹰的声音混杂在土浪的破空声中 满是激动之意 矿脉居然在这 唐欢睁了一睁 旋即 心脏便近乎漏跳了半拍 那条宝石矿脉 竟然就藏在那块天位原石的下方 从方位来看 这里应该是宝石矿脉的尾端 而后从这里开始 一直朝河流上游延伸 四寸间 唐欢已是不再耽搁 闪电班地向原杵纵越狂奔 第763章贡献榜第一 两日后 石井正午 一行人急匆匆地回到丰孝城 进入了丰神谷 正是唐欢 离天恩 胡凯和陈幽等人组成的五十足卫小队 唐欢离开河间山脉之后 拼命狂奔地了一段距离 而后在力量耗尽前 找到一个地方潜藏了下来 以避开高空那些英族人的搜索 小心翼翼地用灵源天晶恢复力量后 才再次前行 用了比来时更长的时间 唐欢终于回到了丰孝城附近 把离天恩等人放了出来 在他们进入空间飞行器的瞬间 那飞行器器灵便在唐欢的驱使下 封堵了前往周围空间的通道 这两天 他们都是待在中央空间之内 并不知道小不点的存在 自然也不知道那里面藏着大量灵源天晶 什么 你们找到了一颗天位原石 还发现了矿迈位置 没过多久 风神谷深处大殿之内 便响起了一声惊呼 管事虎月惊地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双目溜远 似要从筐中蹦跳而出 此话当真 唐欢等人还没来得及开口 又是一声急切地低喝响喜 竟是足位同龄虎骁 直接从二楼窗子纵月而下 大不留心地迈入殿堂 深周气息急剧波动 巨大的压迫感在这片空间内疯狂弥漫 剑落星空和童哥等天欲巅峰修饰一个个面红耳赤 直于窒息过去 虎啸这才醒悟 意念间 那股冲涩殿堂的压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他那张冷峻的面庞之上 激动之色却是清晰可见 双目也是直勾勾地盯着黎天恩 千真万确 看了身侧的唐欢一眼 黎天恩咬咬牙 狠一点头 他并没有亲眼瞧见那矿脉的存在 但他相信 唐欢绝不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 既然他说找到天位原始的地方有矿脉 那就一定有 好 得到黎天恩的肯定回答 虎啸松了口气 可激动之意却更是异于言表 统领大人 宝石矿脉就在我们这次任务所要探查的那片区域的河间山脉中断 不过 如今已被英族占据 黎天恩连忙补充道 无妨 只要真有矿脉就行 虎啸辅长大笑 虎月 给五十小队统计贡献和奖励 一切以最大额度来计算 我这就去见组长 是 虎月连忙答应 而他话音落下时 虎啸的身影已经从这殿堂之内消失 黎队长 那天位原始 你们现在放在何处 虎月转眼望向黎天恩 眼中仍是残留着震惊 之前黎天恩来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也没当回事 毕竟这么些年 每当出现有关矿脉的消息时 都会发布任务 派遣足为小队去探查 可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可没想到 短短几天过去 这走过场一般的任务 五十小队不但完成了 而且还带来了一份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巨大惊喜 一颗天位原始 代表着的便是一颗天然神石 哪怕是最低品阶的天然神石 都珍贵无比 有灵源天晶都很难买到 至于那条矿脉的价值 则是无法估量 那条干涸河流中的矿脉 应当就是霓虹悬月时矿脉 可矿脉之内 不但会有霓虹悬月时 还会半生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宝石 甚至连蕴含神石的天位原始也有可能会出现 听到虎月这话 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了唐欢身上 虎月见状 有些疑惑地转眼朝唐欢望去 嗡 唐欢念头为动 飞苏就已从怀中闪烁而出 在这殿堂之内极具膨胀 颤鸣声响彻虚空 当初在陈村的时候 飞行器就已经曝露在罗号面前了 这次再次曝露 已是没必要在这遮掩掩 原来如此 虎月恍然 唐欢身上居然有空间飞行器 那天位原始必是在飞行器内部 也只有这样 五十小队才能将天位原始带回来 毕竟以天位原始的重量 哪怕是离天恩 虎凯和唐欢这三个真灵修士一起抬着 也走不了多远 通 刹那过后 圆溜溜的黑色巨石便从空间飞行器内闪烁而出 落地的刹那 整个大殿都狠狠地震颤了一下 果然是天位原始 虎月身影一闪 便来到巨石前 整张脸庞都似要贴在了石面上 两只眼睛都在不停地冒着幽光 过了好一会儿 虎月双掌才按住石面 推了一推 从重量来判断 这里面的应该是低阶神石 不过 就算是低阶神石 在外面也只数十万灵元天金了 虎月笑眯眯地看着众人道 你们将它上交 自然也不能让你们吃亏 这颗天位原始就算五十万灵元天金如何 多谢管事 众人大喜 这个数字 可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正常情况下 应该能得到四十万灵元天金 虎月一下就加了十万 显然是因为发现了宝石矿外的缘故 五十万灵元天金 平均分配的话 每人都能够到手两万五 这称得上是巨额奖励了 除了那五十万颗的灵元天金之外 这颗天位原始 另外再算你们小队一百万贡献 虎月又笑盈盈地道 此外 足为小队完成任务奖励的最高贡献是一百万 不过你们这次的任务非比寻常 可在一百万贡献的基础之上 再额外奖励一百万 加起来 便是两百万贡献 任务的两百万 再加天位原始的一百万 那就是三百万了 以前有六十五万 这么说来 我们五十小队现在有三百六十五万的贡献了 三百六十五万 哈哈 这已经可以排入贡献榜第一了 发了 发了 我们小队这次真的发了 短暂的经论过后 众人都是欣喜若狂 哪怕是最沉的筑气的唐欢 眼中也是闪露着惊喜之色 至于离天恩和虎凯 此刻已是激动的面庞通红 三百六十五万贡献 可不是单纯的数字 还代表着与这数字相对应的大量奖励 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 虎月笑容满面的道 当然 相对于你们小队这一次对虎族做出的贡献来说 这个数额还是小了一点 我会向长老们请示 再给五十小队一些另外的奖励 现在我先给你们登记 等等 虎月管事 我这里还有点东西 虎月回到桌后 刚拿起笔 唐欢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第七百六十四张 虎婆钟名 这是 看着唐欢帝过来的布袋 虎月愣了一愣才接过来 打开一看 顿时惊呼出声 霓虹悬月时 初霸 虎月颇为急切地翻转了布袋 哗啦一声 里面的东西便全都倒在了桌面上 一片绚烂的彩色荧光灯时爆散开来 令人目眩神迷 嘶 大殿内 煞时响起了一片倒抽凉气的声音 李天恩和胡凯等人眼珠子瞪的溜元 都是惊诧无比 陈欢兄弟 才那么点时间 你和陈幽就找到了这么多年红悬月时 李天恩看看桌面 又看看唐欢 忍不住惊叹出声 赶到目的地后 从小队分散搜寻 到胡凯出声召唤 也就才过去小半天 除开那颗天位元时 六个小组当中 有五个小组一颗宝石都没有找到 可唐欢和陈幽 却收获了这么一大袋 要怪只能怪陈幽运气太好了 随手翻开一块石头 就发现了一窝的宝石 唐欢哈哈笑道 就一次翻到了宝石 后面翻了几百次 一颗宝石都没找到 见唐欢把功劳放到自己头上 陈幽很是无语地冲 他翻了个白眼 却也不好解释 只是鸣嘴笑道 看着笑意奄然的陈幽 众人更是无语 这样的运气能有一次 就够逆天了 你要是再多来几次 这百年来在那里翻过 无数次石头的众多修士 喜不得哭死 要知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圣街宝石 而是霓虹悬月石 这宝石一直都是抢手货 在那条已被无数人光顾过的干枯河流中 几天下来 能够找到那么一两颗 运气就算得上是极好的了 霓虹悬月石五十颗 其他圣街宝石六颗 虎月以树青了宝石树木 笑得脸都成皱成了一朵菊花 五十颗霓虹悬月石算两千零元天津 五十万贡献 其他六颗宝石 算五十颗零元天津 一万贡献 再和前面的相加 你们小队可获得零元天津 五十万两千零五十颗 而你们小队累计的贡献则达到了四百一十六万 话音为顿 虎月又笑容满面的道 另外 每增加十万贡献 小队每人可得二十颗零元天津 这么算下来 你们二十人 每人又可在的七百颗零元天津 每增加五十万贡献 可获得一次挑选功法战绩的机会 这就是说 你们每人又都可以在虎威格一层挑选七种功法战绩 不过 我不建议 你们把机会全部用在虎威格一层 按照规矩 六次在虎威格一层挑选功法战绩的机会 可换取进入虎威格二层一次 所以 你们可以在虎威格一层挑选一种 然后入虎威格二层再选一种 当然 要不要换 你们自己考虑 不用考虑了 我们去虎威格一层一次 二层一次 换 肯定要换 哈哈 虎威格二层的功法战绩 据说要远远强于一层 李天恩和胡凯等人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唐欢自然也无意义 对于虎威格二层和三层 他也是好奇的景 这次能有机会进入 当然不能错过 没多久 五十小队便离开了大殿 这次李天恩手中 再次多出了三面玉牌 一面有虎具紫样 另外两面玉牌上显露的都是虎威两字 只不过其中一面的字圆是金色 而另一面玉牌的字圆则是金红相间的色泽 和上次一样 众人一出大殿 便杀向了琥珀疯 琥珀疯癫 一座小殿之内 太好了 一个粗豪的声音漠然响起 虎猎雄壮的身躯从座椅处弹起 狠狠地一拍手掌 面旁之上满是难以抑制的激动之色 这么多年了 那条矿外总算是被发现了 嘿嘿 鹰族 宝石矿外可不是他们一族能够独占得了的 愁愁满志地在店内来回跺走了几步 虎猎默然抬眼望向虎骁 沉声道 虎骁 这次五十小队必须中奖 一块天位原始也就罢了 可那条宝石矿外 对我们虎族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是 我已经吩咐虎月了 虎骁汉手道 来人 虎猎点点头 旋即开口喝道 在 店门口 一道身影闪现出来 敲响琥珀中 召集所有长老 来此议事 是 这一次 众人先去的是虎威格 五十多万的陵园天津 堆在一起 就跟座小山差不多 即便是分成二十份 也会有一大堆 先去虎威格 后去虎巨店 自然是不必提着一大包陵园天津 到处跑来跑去 再次瞧见那座巨树环绕的高大阁楼 众人急切的心绪也都平静了下来 通 就在这时 一声高亢的钟鸣墨地响起 悠悠荡荡的在天地之间回响 可这钟声还没落下 一声震天动低的吼叫就紧接着激荡开来 吼 这吼声来自疯癫 似有猛虎在昂首咆哮 琥珀中 众人一愣 瞬息过后 最先回过神来的虎凯便惊呼出声 看来族长是要召集所有长老去议事 琥珀中 钟如巨虎 敲响之后 不但会有钟鸣 更有虎啸之声震荡而出 唐欢和黎天恩等人相视一眼 自然明白琥珀中为何会在这个时候被敲响 显然是族长已从从虎啸口中 获知了有关天位原始和宝石矿脉的消息 对虎族来说 这绝对是庄大事 不过 不知晓其中缘故的虎族众人 此刻却是震惊不已 琥珀中 我没听错吧 呲 还真是琥珀中 多少年 这琥珀中没被敲响过了 出什么大事了 族长竟要召集所有长老 有强敌入侵 还是 琥珀封上 风啸城中 无数修士被那震耳欲聋的钟鸣和虎啸惊动 震恶莫名闭台眼朝琥珀疯颠望去 刹时间 整片区域都陷入了沸腾之中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 忽 虎威格 一道白影从突然阁楼一层闪烁而出 只是瞥了唐欢等人一眼 便飞快地转向阁楼后面 瞬即消失武宗 第765章绝剑真法 通 侯 忠名虎啸连续三次响彻苍穹 虎族组长和长老们会商议出怎样的结果 唐欢并不关注 在琥珀中第三次响起时 他和黎天恩 胡凯 陈忧等人就已进入了虎威格 阁楼一层门侧已无人 不过黎天恩还是如前次那般规矩举地将玉排放了上去 如虎威格这等重地 绝不可能只有那白袍牢者一人镇守 他被琥珀中召唤走了 这里必然还有其他虎族强者 拳击 早就迫不及待的众人就开始了行动 唐欢也开始在阁楼之内四处游走 随着九阳神炉和五彩真灵地飞速运转 他的感应能力极具提升 上次获得神通阴阳虚空道之后 虎族居然一直没有异动 而且那天虎威格出现的状况也没有在虎族散播开来 这明显有些不合情理 想来是虎族封锁了消息 也不知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 唐欢心念急转 神通被外人的去 虎族绝对不可能真的视而不见 不过既然他们暂时没反应 那他也是求之不得 正好借助虎族的资源尽可能地提升修为 反正已领悟阴阳虚空道的第一重变化 这种脱身保命的神奇手段 让他有了可以静观其变的底气 唐欢脚步不及不许 从一排排速向前走过 对于这次的收获 他并没有太大的期待 毕竟上次的那种机缘是可遇而不可求 不可能每次都让他在虎威格一层获得神通 这回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功法战绩 就算是不需此行了 半赏过后 唐欢便在一尊金银玉润的金色塑像前停住了脚步 只是观摩片刻 唐欢又掌就轻轻按落在了塑像头顶 这塑像 让唐欢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无间不摧的灵力和风锐 嗡 清悦的颤鸣声中 浓郁的金色气息升腾而起 快速凝聚成小小的一团 朝唐欢积涉而去 电光石火尖 就已融入其眉心 消失不见 下一刹那 唐欢脑海深处 便有大量的资讯衍生而出 继而 唐欢静心凝神 细细体会起来 绝剑真法 约目小半刻钟后 唐欢经不住笑了一笑 这次 唐欢获得的绝剑真法 它并不是纯粹的功法 也不是纯粹的战绩 而是一种介于功法和战绩之间的手段 可用来配合剑类战绩 有了这绝剑真法 再配合天雕攻施展雕零剑决 发挥出来的威力必定能够大幅度提升 唐欢颇为满意 目光一扫 快步走向那通往虎威格二层的楼梯口 那里已是聚集了十余人 都是已经获得了功法战绩的五十小队队员 人人脸上洗洞颜色 显然收获都非常不错 太爽了 也不知道待会进入虎威格第二层后 能获得什么功法战绩 不管是什么功法战绩 肯定都要比这第一层的强 陈欢大哥 这回可真是多亏有你 众人压低声音 或是期待接下来的收获 或是向唐欢道谢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无论是上次收集火鹤血猪的任务 还是这次探查矿脉 唐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若非唐欢 他们现在恐怕还趴在阎龙山脉的深山丛林间 辛辛苦苦地又补风铃火鹤 怎么可能获得那么多的奖励 至于天位原石 旷外所带来的奖励 更是与他们不会有任何关联 现在这一切 说都是唐欢带来的也不为过 很快 陈忧 李天恩和胡凯等人 也都相继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当50小队成员全部到齐之后 众人开始顺着阶梯前往虎威格二层 二层空间略小 门侧同样有一个老者盘坐于葡团之上 一身灰袍 比下层那白袍老者瘦弱许多 却给人一种唯额如山岳之感 仿佛坐在那里的是一尊庞然巨物 从其躯体间偶尔透散出来的一丝微弱气息 更是令人心计 又是个身不可测的家伙 唐欢心神为动 这灰袍老者的实力 应当比坐镇虎威格一层的那的老者更加强大 四大不足 果然是卧虎藏龙 转念间 唐欢已随着众人冲灰袍老者身诗一礼 而后 离天恩便恭敬上前 将另一块虎威格的玉牌 放在了灰袍老者身前的桌面上 随即 众人便怀着激愤的心情四散开来 虎威格二层空间之内 放置的也是各种塑像 不过 和下面的一层相比 数目确实少了许多 唐欢略略一数 总共只有99具塑像 每具塑像散发出来的气息虽是极其细微 可气息的强度却是异常惊人 绝非下面的那些塑像可比 这里的功法战绩看来真的要比下层强许多 唐欢也是颇为期待 刚要举步向前 他心底突然犯起一丝莫名的感触 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便见那灰袍老者竟悄然睁开了眼睛 黑洞般幽碎的眸子里四路着些许笑意 可在一凝目望去 那老者却是眼眸闭合 端坐如故 错觉 唐欢有些狐疑地皱了皱眉 他能感觉得出来 那老者肯定是忍出了他就是当日获得神通阴阳虚空道的人 不过他似乎也没什么乐意 当下唐欢也懒得再多想 大步走入了两排塑像之间 时间点点滴滴逝去 哈哈 两久过后 眉心刚融入一团黑色气息 没多久的胡凯突然有些失控地大笑起来 声音出口之后 这家伙才思意识到此地不宜大声喧哗 于是赶紧捂住嘴巴 将那冲到喉咙边的笑声又憋了回去 一张面旁瞬间涨得通红 可眉宇间的狂喜之意却是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 看他模样 就算是傻子都知道他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自己的强大功法 这家伙 唐欢见状 不觉哑然 这虎威格内 塑像的位置都是经常变化的 想通过前人的经验来寻找特定的功法 完全行不通 当然 虎族这么做 也不是为了刁难进入这虎威格的修饰 而是想要让大家通过对气息的感应 来判断什么功法战绩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最强大的功法 谁都想要 但却不一定是自己最需要的 出回目光 唐欢又观察了几尊塑像后 突然停住了脚步 第766章 袁荣升天诀 袁荣升天诀 风神谷 643号庭院之内 唐欢常常避轻郁了一口气 双目缓缓睁开 脸上流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这便是唐欢在虎威格二层获得的功法 和此次在一层空间得到的绝见真法相比 袁荣升天诀的确更加强大更加神妙 这种功法 可稀剧生机 壮大自身 不仅可让唐欢的太阳灵体拥有更加强悍的恢复能力 修炼到极致 甚至可以夺取他人生机 更可赋予他人生机 而且 这种功法和菩提心火配合应当极为默契 转念之间 唐欢抬眼望向窗外 如今正是晨曦出路之时 下一刻 唐欢便弹身而起 出了庭院 月末一刻钟后 唐欢进入了灵魄洞 身影在前段空间显露后 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 立刻就进入了中断空间 在这里修炼的修饰有百二三十人 比上次进来时更多一些 恐怖的压力宛如浪潮一般 从中央区域的巨虎雕塑体内源源不绝地渗透而出 一波波地向四周席卷而去 唐欢徐徐前行 对于第二次进入灵魄洞中断的他来说 感觉比前次更加的轻松 唐欢明白 这应该是阴阳虚空道的缘故 领悟这种神通的第一种变化之后 冥冥之中 唐欢肉区四与周围天地建立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屈体对这种无形压力的承受能力变得愈发强横 片刻过后 唐欢便已抵达最接近巨虎雕塑的那一圈 而后随意选择了一个蒲团盘坐了下来 咦 真灵二重 这家伙是 距雕塑约有数十米的一个蒲团上 一团白色气息快速消散 显露出一道窈窕的身影 那是个五官秀美 白衣如雪的年轻女子 刚要站起身来 白衣女子便似有所觉 下意识地抬眼望去 可下一刹那 她便不由自主地低呼出声 两颗美眸都似要从眼眶之内蹦跳而出 笑脸之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白衣女子惊疑不定 没过多长时间 她几乎是条件反射班地弹身而起 像巨虎雕塑的另一侧绕去 想要看清前面那个将这灵破洞中断空间的压力 视若无误的家伙到底长着一副什么模样 可惜 才走到一半 白衣女子就已是满眼震惊 那家伙盘坐下去之后 琥珀精气便大片大片地从虚空之中分离而出 如狂涛骇浪一般从周围汹涌而出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道身影就已被浓烈至极的白色气息测淹没 白衣女子目瞪口呆 神色僵致 哪怕是真灵七重的强者 在这灵破洞中断空间之内修炼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吸聚到如此众多的琥珀精气 可现在一个真灵二重的家伙却做到了 这样的画面可说是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 若非亲眼所见 他绝不会相信这是事实 莫非 这家伙就是 白衣女子护地想起 曾经有人提过这灵破洞中断 曾出现过一个西剧琥珀精气速度超快的修饰 眼中惊恶之色更浓 那白色云雾一般般的琥珀精气当中 唐欢已是心无旁骛 这次的修炼和以往不同 在西剧琥珀精气的同时 唐欢也在不停地吸收炼化灵源天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唐欢从须弥法界中取出的灵源天经 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唐欢却是丝毫不以为意 这次获得的奖励 加上他原有的灵源天经 足以让他肆意挥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心神彻底沉浸于修炼之中 唐欢完全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虎月管事 风神谷深处 粗豪的声音陡然乍响 一道异常魁梧雄壮的身影大踏步迈入殿堂之内 其身后 跟随着十九道身影 每道身影都透散出极其强大的气息 这便是所有队员都为真临近修饰的第一组位小队 原来是虎奔老弟 朱厚 虎月缓缓站起 笑容可觉的道 这次任务执行得可还顺利 这几天 虎月心情好得出奇 脸上笑容几乎就没有消失过 哈哈 这还用说 虎奔拍着胸脯哈哈大笑起来 这么些年 我们第一小队执行了那么多任何 可没有一次失手 在凶险的任务 话没说完 身后就响起了一阵极力压抑的惊呼 虎奔话音为顿 下意识地转头望去 就见小队队员们 都是两眼看着同一个方向 脸上一副见鬼了的表情 眉头皱了皱 虎奔下意识地寻着众人的目光望去 刹那过后 他脸上竟是露出了同样的表情 虎月管事 我没看错吧 过了好一阵子 虎奔才回过神来 指着那块贡献榜 一双眼珠子瞪的溜元 416万贡献 以确定真是这样 那预备的贡献榜上 原本排名第一的第一小队 已经降至第二位 取代了第一小队的 赫然是以前的50小队 而且 上面登陆的贡献 居然高达400多万 比第一小队都还高出将近100万 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第一小队上次执行任务回来的时候 50小队因为超额完成收集火赫血猪的任务 而以60多万的贡献一举进入了前20 这在当时还引起了风神谷的轰动 他们对此也是颇为惊奇 随后 没过几天 第一小队就主动接了个任务 再次离开风神谷 可没想到这次回来后 贡献榜第一的位置竟已易主 如果是被贡献榜第二的小队超过也就罢了 可超越第一小队的 居然是只有三个真临近修士的50小队 别说虎奔难以忍受 其他第一小队的队员也是难以接受 于是一道道目光落在了虎越身上 想要从他口中听到自己所期待的答案 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 没错 虎越台眼看了看贡献榜 笑咪咪的道 就是416万贡献 这贡献榜是我今天才刚刚调整过来的 这 这怎么可能 虎奔双目暴征 难以置信的盯着虎越 开玩笑吧 废物一般的50小队 也能充至贡献榜第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他们好像才65万贡献吧 现在一下就多出了300多万 的确 我们才出去十几二十天 这点时间 估计也只够50小队执行一次任务 一次任务 就能拥有这么多的贡献 任务的贡献 不是100万封顶麻 第767张风云图变 风神古足为大殿之内 新发布的贡献榜之上 50小队以416万的贡献 大幅超越以前一直霸占着贡献榜第一的第一小队 雄具榜首之位 消息一经传出 不仅风神古为之轰动 风啸城以及琥珀峰中 也有众多修饰为之惊奇不已 近百年来 其他足位小队的序号 时常变化 唯有第一小队 即便是队中的足位换了一查又一查 可他的队号却是雷打不动 一直以来 都是第一小队拥有的真灵修饰最多 实力最强 获得的贡献也始终维持着第一 没有任何小队能够撼动 此次 可说是百年来第一小队的贡献榜榜首之位首次旁落 若是第一小队不能在贡献榜清零之前反超过去 下一年的第一小队 就会是现在的50小队了 得知这惊人的消息后 无数人都在打探50小队的状况 可打探出来的结果 却更是让人吃惊 50小队20名队员 天玉镜巅峰修饰多达17人 而真灵修饰只有区区两位 有一人甚至才刚加入小队不久 这等渣渣般的实力 别说是和第一小队有着天壤之别 比之其他任何一个小队 都是有所不如 可就是这样一个实力在封神谷殿底的足位小队 先是只用了短短10天便完成了收集火鹤血猪的任务 超额获取了近500颗血猪 贡献数一下就激增了62万 直接从50名冲上了前20 近一次完成的任务 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封顶100万的贡献奖励之下 获得300多万的贡献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近百年来 也是首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一般书来 只有足位小队对虎族做出的贡献 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才有可能超额获得这么多的贡献数目 以示奖励 于是 一些脑子颇为机灵的家伙 忍不住把前些天突然敲响的琥珀中 和足位贡献榜的变化联系了起来 一时间 风啸城中 琥珀风内转言四起 月末半个月后 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 突然传了出来 继而尽如风暴一般 顶刻之间 便席卷了整个风啸城和琥珀峰 沿龙山脉西北原野处 那条已经干河的生龙河中 有宝石矿脉现世 而且还是一条霓虹悬月石矿脉 那霓虹悬月石乃是一种 用来合成低阶神石的主材料 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因而 这消息一传散开来 便引起了整个虎族的轰动 而后 又有小道消息传出 说那宝石矿脉是 五十足为小被发现的 不仅如此 五十小队还在那发现矿脉之处 找到了一颗天位原石 并且成功将其带回了风神谷 直到这时 众人才恍然惊觉 为何五十足为小队 能够一举超越第一小队 机身贡献榜榜首 发现矿脉 获得天位原石 仅凭这两条 就算获得再多的贡献 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接下来 有关那宝石矿脉的消息 不断传回风孝城和琥珀风 五十小队发现霓虹悬月石矿脉的同时 那宝石矿脉也英族所占据 不过 幸好五十小队及时将消息送回 琥珀中敲响了当日 族长虎列变清律族中众多强者 前往生龙河 四大部族当中 龙族实力居首 虎族刺之 鹰族又刺之 蛇族最弱 在虎族强者威逼之下 鹰族权衡利弊 终究还是放弃了独霸宝石矿脉的打算 对于那条矿脉产出的宝石 和虎族五五均分 虎族实力虽强于鹰族 但显然也还没有强到能独占矿脉的地步 与鹰族对拥有一半矿脉 这结果也算是颇为理想 然而 就在虎族和鹰族准备秘密开采矿脉之时 却风云突变 消息居然走漏了 沿龙山脉北边十数万里之外的云荒城 竟对矿脉生出了寂觎之心 而且潜然对虎族和鹰族施压 那云荒城的势力 尚在虎族之上 即便是虎族和鹰族联手 估计也只是比云荒城略强一些 若是两族能够做到京城团结 互相信任 自然是不拒云荒城 不过 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也正因如此 云荒城才有恃无恐 可两大部族也不可能将矿脉拱手相送 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消息传回 风啸城和虎婆峰的气氛 也是立刻就变得紧张了起来 留守的虎族强者和高手 甚至做好了出战的准备 可没过多久 又有新的消息传递回来 当那云荒城强者大举降铃声 龙河的时候 东部龙族和南部蛇族的众多强者 近乎同时现身 沿龙山脉四大部族一致对外 云荒城终于退缩 将伸出来的爪牙缩了回去 战云尚未凝聚 便已快速消散 风啸城内和琥珀峰中 那近乎凝脂的紧张气氛 也悄然散去 众多修士都在揣测着 四大部族会如何分配那条宝石矿外 此次能破退云荒城 龙族和蛇族功劳极大 这两大部族肯定不会白白帮忙 事情既是因矿外而起 龙族和蛇族势必要立以均粘 外界风云变换 唐欢却是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临破洞中段空间之内 唐欢始终潜心修炼 那些真灵近虎族修士 不管什么时候进入这段空间 几乎都可以看到一团无比浓郁而旁硕 且化作白雾的琥珀精气 如浪潮般剧烈翻腾汹涌的雾气 已完全将里面的身影遮蔽 没有人见过里面修士的真面目 不过据说那修士只有真灵二重修为 听到这消息 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 真灵二重修士 的确可以进入灵破洞中段 但绝不可能在里面修炼 而且还是修炼这么长时间 可透露这消息的人 言之凿凿 让不少人将信将疑 恨不得先开那云雾 看看里面的到底是什么状况 他人的反应 唐欢自是不知道 在这里修炼 他不但炼化了大量的琥珀精气 每日更是要消耗大把的灵源天精 带来的好处 则是真气急剧提升 而且不知不觉间 就捕捉到了存在于五彩真灵之内的第二重无形枷锁 轰 在唐欢的疯狂冲击之下 没过多久 那层无形枷锁便轰然消散 一股可怕的气息波动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且其强度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疯狂飙升 第768章真灵三重巅峰 这股气息波动之激烈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远远超越了上次唐欢在这里突破至真灵二重的时候 几乎是下一瞬间 这灵破洞中断空间 所有进行修炼的真灵修饰 就都被扰乱了心神 众人行转过来 凝若雾气的琥珀精气快速散去 一道道盘坐在蒲团之上的身影随即显露 紧接着 几乎所有的目光 就全都落在了最靠近巨虎雕塑的 那团异常旁硕的白色雾气之上 此刻 那团雾气似被飓风搅动 正疯狂地翻腾波动 看着气息 显然是刚突破至真灵三重 这么说之前在那里修炼的那个家伙真的只是真灵二重的修为 真灵二重仅升真灵三重 气息波动为何会如此猛烈 比老子当初突破的时候 抢了起码数倍 可 据说他在灵破洞中断连续修炼了一个多月 你真灵二重的时候能够做到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上回他好像在这里从真灵一众仅升到了真灵二重 现在又从真灵二重踏入真灵三重 这才过去两三个月 我就说他是真灵二重 你们还不信 现在该信了吧 咦 不对 不对 好像不只是突破到真灵三重那么简单 看气息提升的幅度 似乎是要直达真灵三重巅峰之境 怪不得气息波动如此强烈 真灵三重巅峰 好像真是如此 灵破洞中断空间之内 惊呼之声叠起 在这里修炼的真灵净修饰 来来去去也就那么些人 这段时间 浓郁至极的琥珀精气完全遮掩了里面修饰的气息波动 让人完全判断不了其修为 只是听说那是个真灵二重的家伙 不止一次 有人想驱散那团琥珀精气 不过 终究还是将这样的念头强忍了下来 在虎族 这种惊扰他人修炼的举动 向来都是严厉禁止 而今那人修为得以确认 众人更是心头震撼 待会他若是出去 我也出去 看看他到底是谁 我们虎族出了个这么神奇的家伙 我居然不知道 真是怪事 上次他突破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 他一出去 我也马上跟着出去 可惜 他跑得太快 我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瞧见 这次有这么多人 还怕他跑掉 众人目光灼灼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团白色雾气 时间飞逝 那股气息很快便似提升到了顶点 由剧烈波动而渐趋平稳 最后又完全消失 显然是再次被那一大团 同时平复下来的琥珀精气完全遮掩 这便意味着 修为突破的过程已结束 这一刻 不少修士都把手放在了腰间玉排之上 被雾气遮掩的那人旨意出去 他们也会立刻跟着出去 然而没过多久 那团雾气又开始涌动如潮 只是不如先前那般激烈而已 一刻钟 两刻钟 三刻钟 众人面面相去 心底都有种骂娘的强烈冲动 那家伙居然又开始修炼了起来 一点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不离开 众人也不能一直这么干看着 待在这灵破洞中断空间的每一刻时间 都非常珍贵 浪费了太过可惜 无奈之下 众人只得继续修炼 而一些在压力的侵袭下就快要支撑不住的真灵修士 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先行出去 不知不觉间 又是三天过后 呼 一团白萌萌的雾气消散 盘坐期间的那名真灵修士身影快速变得清晰起来 以有些承受不住压力他在离开之前 下意识地抬眼朝中央区域忘了过去 那团一直存在的旁硕浓雾竟然没了 妈的 那家伙跑掉了 争了一争后 这真灵修士忍不住大骂出声 风神谷 643号庭院的院落中 唐欢在石凳上坐了下来 离开灵破洞后 他在风啸城中转了一圈 获知了不少的资讯 首先 便是他在灵破洞修炼了差不多一个半月 其次 找到天位原石的那个地方 果然有泥红悬月石矿外 而且 矿外的归属也是出现一系列的变故 云荒城 轻轻念叨着这几个字也 唐欢心中颇为感慨 没想到自己潜心修炼的这段时间 竟险些因为那条矿外而爆发一场大战 现在四大部族全都牵扯了进来 也不知虎族最终能获得几成的矿外 店头唯唯一转 唐欢便不再多想 寻找矿外的任务结束后 这事和他就已没有多大关系 他回到这里 是要进入空间飞行器 从里面多取点灵源天津出来 然后再去封校城的宝石店 给小部点购买一些圣街宝石 上次找到的那几十科尼红悬月时 表层都覆盖着一层坚韧的胶值 以唐欢现在真灵三重巅峰的修为 就算催动神兵 恐怕也难以将里面的宝石取出来 与其自己留着 倒不如先上交给虎族 然后再用灵源天津购买一些比较普通的圣街宝石 在这柱神大世界 圣街宝石的价格相差极为悬殊 有些圣街宝石 一颗灵源天津就能够买到一颗 有些甚至能买到一大堆 可是如尼红悬月时那样的圣街宝石 一颗就值四十灵源天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的宝石资源 要比小世界丰富得多 转念间 唐欢已是从怀中取出了飞梭 可还没让其恢复原状 唐欢便心神为动 转眼朝庭院外望去 同时长身而起 将飞梭重新放了回去 紧接着 唐欢就挪动了脚步 当他拉开庭院大门的时候 一道身影也是刚刚出现在门口 来人赫然是足为统领虎骁 陈欢见过统领大人 唐欢唯唯一笑 拱手失礼 虎骁双目为咪 似有些意外 可顺其他便轻易汗手 冷峻的面旁上不自禁地 闪过些许赞赏之意 不错 不错 统领大人过奖了 唐欢谦虚地道 陈欢能有这么大的提升 都是因为加入了虎族的缘故 他知道虎骁为何会突然这么说 虎骁在靠近这座庭院时 气息收敛到了极致 哪怕是真灵六众的修士 都不见得能够察觉 可他确是隔招数十米 就发现了虎骁的到来 提前打开了房门 这字是彰显了唐欢的非比寻常 第769章族掌虎猎 当然 这是唐欢故意为之 唐欢修为还在真灵一中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灵破洞中段空间修炼 而且连续两次都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甚至两次修为境界都有所突破 尤其是这一次 竟从真灵二重一举 踏入了真灵三重巅峰之境 虽然他修炼的时候隐藏得比较好 但这只能瞒过一般人 绝不可能瞒得过虎族的高层人物 尤其是他获得神通阴阳虚空道之后 恐怕更是成了虎族暗中观察的对象 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从真灵一中晋升至真灵三重巅峰 这修为提升的速度 堪称奇迹 特别是在那生龙河中 唐欢还逃过了英族强者的追杀 那可是真灵七重修饰都不见得能做到的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味的藏着 反倒会让人觉得他别有用心 有的时候 适当地表现出一点异于常人之处 反倒更好 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拥有如此巨大的提升 虎族的资源虽功不可没 但更主要的 还是你自身卓绝超群的天赋 虎啸对唐欢的表现似颇为满意 旋即 变缓缓说道 陈欢小兄弟 我此次来找你 是因为族长想要见见你 族长终于要来了吗 唐欢不由得心神为动 自从他获得神通阴阳虚空道之后 虎族高层没有任何人来找过他 没想到现在一来就是虎族族长 那应当是一名实力超越了真灵之境的大强者 原本还以为他还在生龙河 却不料尽回到了琥珀峰 转念间 唐欢心绪已是平静了下来 却事实地表露出了一丝惊奇 统领大人 可知族长找我有什么事 别担心 不是什么坏事 琥珀疯癫 虎神殿内 唐欢见到了虎族族长虎猎 那是个双眉耗法 身材却异常雄健的老者 面庞之上 短而密集的白色滋虚宛如一枚枚坚硬的细刺 而其衣袍之下 浑身肌肉则是球结骨秃 仿佛躯体之内隐藏着爆炸性的恐怖力量 令人一见难忘 见过族长大人 小儿古仆的殿堂之内 唐欢充虎猎身世一里 这虎神殿的摆设极为简单 除了几张古色古香的座椅之外 便是一些光润如玉的白色仆团 虎猎便盘坐于其中的一个仆团之上 此刻 这殿堂之内 除了唐欢之外 便只有虎猎一人 至于虎骁统领 在将唐欢带至此处后 便已离去 小家伙 坐 虎猎笑眯眯的望着唐欢 竟是和颜悦色帝是一唐欢坐下 若他没有这虎族族长的身份 也不去关注他躯体间隐隐给人的 那种威猛强悍的感觉 此刻的他 就跟个和善的邻家老头没什么分别 既来之 则安之 唐欢也不客套 从容不破地盘坐在虎猎对面的蒲团上 不谢族长大人 虎猎摸缩着汉下当真般的咨须 忽帝笑了一笑 小家伙 不知老夫该称呼你为陈欢 还是唐欢 陈欢 唐欢 身份暴露了 唐欢心头为跳 基本瞬间惊出了一层细腻的冷汗 细细一想 陈欢这个身份 的确是漏洞百出 陈村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真名叫做唐欢 这便是其中最大的漏洞 他以陈欢之名为陈村出战 成功瞒过了铁村和罗村 但不可能一直瞒得下去 曝露是迟早的事 可唐欢没想到 会曝露得这么快 不过 这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 如果唐欢只是个普通的族位 自然不会引起虎族关注 以陈欢的身份蒙混个两三年不成问题 可他这段时间在虎族的表现 实在是太惹眼了 既然引起了虎族的特别关注 对他的状况进行查探 可说是理所应当 身份曝露 也是在所难免 短短一瞬间 唐欢脑中便转过了无数念头 可刹那之后 他便已冷静下来 有些无奈地道 我就知道瞒不过去 族长大人还是叫我唐欢吧 这句话出后 唐欢经不住暗暗苦笑 今日可真是一来虎神殿 就被来了个下马威 小家伙 我这的老头子对你可是佩服的紧啊 虎猎哈哈一笑道 天狱修为实 便可轻松及沙罗村众多天狱修士 刚踏入真灵之境 便干掉了真灵二重的铁村族长 击败了真灵三重的罗通 逼得他施展血灵盾法逃窜 至今不曾恢复 甚至真灵六重巅峰的罗号 都对你无可奈何 成为我虎族族位之后 先是真灵一重的修为 进入灵破洞中段连续修炼数日 一举突破至真灵二重之境 而后又在风神谷中 以三拳重创了真灵三重巅峰的族位雷暴 收集火鹤血诸石凝聚羽翼 欲空而行 逼得数百只风灵火鹤丧尸逃跑之力 猪五十小队超额完成任务 尤其是在生龙河中 差点就将真灵四重的英语彻底击杀 随后又在英族那的老家伙的眼皮子 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系得那老家伙直到现在都还耿耿于怀 返回虎族后 更是只用了短短一个半月 就从真灵二重一举踏入真灵三重巅峰 厉害啊厉害 你近三四个月做的这些事情 老夫在你这个年纪 可是一件都做不到 出到最后 虎猎神色坚毅是感慨万千 督谢族长夸赞 虎猎对自己来到城村后的经历和战绩 如属家珍 唐欢并不觉得意外 于是将应付虎肖的那番话 只是稍作修改便说了出来 小子能有这样的进步和能力 绝大部分都是虎族的功劳 小家伙 刚夸了你 你就耍起了滑头 虎猎可没有让唐欢就这么轻易蒙混过关 你着眼睛笑道 你能这么快就从真灵一众突破到真灵三重巅峰 那灵破洞的确是有点功劳 你能从阴族那老家伙面前逃脱 阴阳虚空道也是鞠躬之尾 不过 你能做到这些 靠的也是你自己的天资 那灵破洞已存在了无数年 可只有你的修炼速度快得吓人 那阴阳虚空道也在虎威格一层放了两千年 也只有你才能获取到这种神通 至于你能凝聚羽翼 欲空飞行 你有空间戒指和空间飞行器 这就更是跟我们虎族没什么关系了 尤其是据老夫所知 小家伙你拥有的还是金色血液 说出最后这句话的时候 虎猎眼神似有些凝重 第770章战族子弟 金色血液 唐欢文言 心头微微一动 当虎猎说出金色血液这几个字眼时 不但神色凝重 他甚至还从虎猎的语气中捕捉到了一丝青虫合镜木之意 当然 他的青虫合镜木不是给唐欢 而是给金色血液背后所代表着的那些东西 是因为战族马 老中闪过罗号曾经透露出来的两个字眼 唐欢心思突然活泛起来 金色血液 显然是那所谓的战族的标志 从当时罗号表现出来的忌惮和此刻虎猎的崇敬来看 战族应当是这驻神大世界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 而且明显还在龙虎鹰十四大部族之上 唐欢当然明白 自己是因为太阳灵体 才拥有金色血液 可别人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 族长大人说的可是这个 唐欢念头微微移动 真其逼迫之下 纸端便出现了一颗黄豆大小的血株 呈现出来的果然是非常耀眼的金色光泽 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血液 而是一颗晶莹剔透的金色玉珠 十分神奇 金色血液 果然是金色血液 虎猎双目圆征 魔中战露出一抹极其色人的神采 激动之色竟是一余眼表 瞧见虎猎神色 唐欢经不住笑了一笑 脑中却在寻思起来 虎猎之所以知道他拥有金色血液 有可能是两个人透露的 一个便是虎族的南城直视元昆 当初唐欢在城村和罗浩交手 有金色血液从体内深渗透出来 罗浩能够瞧见 稍后赶来的元昆 想来也能够发现蛛丝马迹 第二个 则是当初遭遇的那个英族强者 唐欢以阴阳虚空到天影彻底隐秘身形之前 被其攻势波及 有鲜血从躯体之内透溢而出 同样可能被其撇见 不过 相对来说 还是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虎猎获知消息后 估计也不是特别相信 直到现在 唐欢亲自展露出金色血液 他才确信不疑 战族 真没想到 小兄弟果然是战族之人 片刻过后 唐欢只端定那颗金色血株收敛入体 虎猎也是回过神来 又是惊喜又是感慨的道 我早该想到的 除了如战族这等强大种族的子弟 怎么可能有如此惊人的战力和修炼速度 这显然一个非常奇妙的误会 不过 瞧虎猎神色 这误会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 只看虎猎的自称 以及对唐欢称呼的变化 便能看得出来了 当然 唐欢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当即信誓旦旦的道 族长大人误会了 我虽有金色血液 但并非战族子弟 和战族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连战族 我也是刚从族长大人口中听说的 明白 明白 虎猎愣了一愣 玄疾便自以为明白了唐欢的意思 如战族这等屹立于 诸神大世界巅峰的强大种族 族中子弟隐姓埋名 外出历练乃常有之事 不足为奇 随即 虎猎便连连点头 正色道 小兄弟说得对 是我看走眼了 小兄弟绝非战族子弟 正是如此 唐欢脸上的笑容 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族长大人 听到唐欢这个称呼 虎猎连忙摆手道 小兄弟千万别这么叫我 如果小兄弟看得起我这个老头子 叫我一生老哥即可 不行 万万不行 唐欢摇摇头 态度坚决 在人前 小兄弟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只有你我二人时 小兄弟就叫我老哥如何 虎猎只得退一步 神色却颇为坚决 那好吧 见虎猎执意如此 唐欢只好点头同意 随后又问道 老哥 不知你此次叫我来 小兄弟 老哥我就不和你客气了 虎猎很是高兴地 咧嘴一笑 旋即 神色变得有些郑重起来 小兄弟可知最近这些天生龙和那边发生的事情 唐欢汉首道 我今日刚刚知道 听说原本是我们虎族和鹰族均分矿脉 结果消息泄露出去 云荒城想要霸占矿脉 好在危急时刻 龙族和蛇族赶了过来 四族联手 将云荒城逼退 这只是表象 虎猎鼻中重重一哼 颇为恼怒的道 那鹰族和云荒城早就有勾结 此次在我们虎族威逼之下 鹰族让出一半矿脉 怎能甘心 于是放出消息 将云荒城的那帮家伙给引了过来 他们倒是打得好算盘 暗中和云荒城联手把我们虎族挤走 他们起码可以获得一半以上的矿脉 嘿 我岂会让那群点毛畜生如愿 于是 我也以最快的速度将消息传递给了龙族和蛇族 虎龙蛇三族联手 鹰族哪还敢按帮云荒城 除非是他们今后不想再延龙山脉立足了 原来是这样 唐欢颇为压抑 没想到风啸城和琥珀 风中众人所熟知的事情下面 竟还隐藏着这样的真相 可惜 鹰族和云荒城勾结 只是我的推断 并无证据在手 不然的话 完全可以把鹰族挤出矿脉的分配 狐猎有些恼火 又有些郁闷 明知是鹰族在搞鬼 却苦无证据 的确令人憋屈 老哥 那矿脉现在又是如何分配的 唐欢忍不住道 矿脉只有一条 若是只有两大部族 还可以均分 可四大部族全在 均分下来 每个部族都得不到多少 所以 四族都想拨了一点 可惜 任何一个部族想的大头 其他三大部族都不会同意 在生龙河那边 和那些老家伙们争吵了许久 总算是争出了一个结果 狐猎道 什么结果 唐欢有些好奇 那就是通过切磋比试 来绝对矿脉的份额归属 狐猎缓缓说道 这次切磋比试 四大部族各出十人 第一名 可得矿脉四成 第二名 可得矿脉三成 第三名的两成 第四名仅的一成 呃 这倒是个不错的法子 唐欢为一愣神 旋即便经不住笑了起来 道 这种切磋比试 对于四大部族的参战人选 想必会有不少限制 第771章出战 的确是有所限制 狐猎笑容满面的道 此次切磋 只能选派四大部族当中的年轻一辈修士参加 龙族最初提议 年轻一辈参战修士的最高年龄为30岁 不过 这个提议 鹰族蛇族和我们虎族全都反对 这是为何 唐欢一听 很是诧异 龙族有个非常厉害的年轻人 不但修为以达真灵七重巅峰 而且领悟了龙族特有的一种神通 那小家伙今年刚好30岁 若同意龙族提议 龙族必定会派其成为初战时人之一 其与三大部族将没有任何人是其对手 如此一来第一名起步成了龙族的囊中之物 所以我们三族全都反对 最后年轻一辈参战修士的年龄 限定在25岁 虎猎笑咪咪地说到龙族虽然有些不太情愿 却也拗不过我们三族最后只得答应下来 在这一个年龄段 四大部族年轻一辈修士的实力相差不大 任何一族都有可能夺得第一名 说到最后 虎猎脸脸上的笑容竟是显得颇为狡猾 看他笑得跟指老狐狸似的 唐欢心头围动 老哥 这个年龄的界限 不会就是你提出来的吧 没错 虎猎果然点了点头 道 我之所以会这般提议 那是因为我们虎族有一个更加年轻的杀手姐 谁 唐欢下意识地道 那就是小兄弟你 虎猎笑容可觉地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小兄弟你获得的阴阳虚空道 想必已经修炼出了一点眉目 唐欢文言 不觉汉手一笑 老哥果真是慧眼如炬 那阴阳虚空道 我的确已经领悟了第一种变化 据唐欢估计 虎猎在得知他从那阴族强者手底下逃脱之后 应该就有了这样的判断 既然如此 再隐瞒下去也没有必要 哈哈 真是如此 虎猎一听 顿时扶掌大笑 小兄弟 四大部族年纪不超过25岁的修士当中 你应该就是唯一一位领悟了神通之人 有了这样的神通 就算是真灵武众的修士 也不见得是你的对手 这次四族之间的切磋 你就是我们虎族的杀手锏了 只要有小兄弟你在 我们虎族绝对能夺得第一 说到最后 虎猎目光灼灼地望着唐欢 眼中满是期待之意 原来虎猎老头子打的是这个主意 唐欢如今是虎族足位 享用众多虎族的修炼资源 为虎族出战也是理所应当 老哥 我代表虎族出战没问题 不过 我可不能保证能够帮虎族夺得第一 无妨 无妨 只要尽力即可 其他的就要靠天意了 虎猎大喜 龙虎鹰蛇四大部族 将通过切磋笔试的名次 来决定你红悬月时矿外的归属 此次笔试 美族各出十个年轻子弟 年龄不得超过二十五岁 切磋的场所 就定在生龙和矿外所在之处 而切磋的时间 则定在一个月后 消息传出 风啸城和虎珀风中 无数修士都是议论纷纷 若是出战之人的年龄限制为不超过三十岁 获得第一的必定是龙族无疑 可是不超过二十五岁 那就有得一拼了 虎族获得第一的希望也是非常大的 而第一宁可得四成矿外 在四大部族都参与进来的情况下 能够独得四成矿外 而其他三大部族只能分得六成 光是想想 就足以令人心潮澎湃 于是 无数人都在揣测 这次虎族会派前哪十个年轻修士出战 数日过后 出战名单终于出炉 虎炫 虎庆 罗晨 秦秀 孙宇玲 虎燕 霍刚 左宗涵 虎丰 唐欢 这些人或是早就声名远洋的虎氏子弟 或是在足位大选中一步步脱颖而出 都是年轻一辈中精彩绝艳的高手 等等 唐欢 那是谁 这个名字 极为陌生 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唐欢 你的身份曝露了 风神谷 六四三号庭院 陈幽望着唐欢的那双美眸之中 满是急切和担忧之色 今日突破至真临近后 刚性冲冲地从灵破洞前段出来 就听说了这个出战名单 别人不知道唐欢是谁 他却是非常清楚 于是 陈幽急匆匆地跑到了唐欢的住处 却发现这个家伙居然气定神闲 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身份的曝露 是啊 唐欢点了点头 笑道 我先是驻五十小队获得了近五百的火鹤血珠 接着又帮虎族找到矿外 并弄回了一颗天位原石 而且还借助灵破洞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踏入了真灵三重 虎族肯定会对我大家关注 他们只需要派人前往城村查探 很容易就能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陈幽文言 当时满脸懊恼的道 在走之前 我一再叮嘱大家 让他们不要泄露出去 没想到还是 泄露了就泄露了 没关系的 唐欢安慰 他的真实姓名虽然曝露了 但将其放入出战名单 却是唐欢自己向虎猎提出的要求 此前 他之所以用陈幻这个名字 是不想让虎族觉得自己来历不明 从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如今 既已暴露 自然没必要再使用化名 最重要的是 使用本名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机会让珊珊 凤鸣和玉飞烟等从小世界过来的人 甚至是母亲知道她的存在 这诸神大世界无比广阔 唐欢一个个去找他们 就算找上一辈子 都不见得能够找到 可如果唐欢能够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反倒更容易与他们相见 现在 唐欢的这点名头还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当有朝一日 唐欢之名 传遍整个诸神大世界的时候 不管珊珊他们在诸神大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或许就都能够知道她的存在 进而找到她 怎么能没关系呢 陈幽急道 你隐瞒真实姓名加入虎族 虎族肯定会以为你是别有用心 说不定会把你当作其他势力的奸细 唐欢哑然 若虎族担心这的 那还会让我进入出战名单 他们就不怕我在鄙视的时候放水 呃 也对 陈幽争了争 这才醒悟过来 他也是关心则乱 若虎族真怀疑唐欢居心叵测 别说是进入虎族的出战名单了 他们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里说话都是个问题 想到这 陈幽静不住撬脸为红 略感懒然 就在这时 一个粗豪的声音就急吼吼地在庭院外响了起来 陈欢兄弟 陈欢兄弟 那个名单上的唐欢 是你吗 第772章拉仇恨 唐欢 即是陈欢 陈欢之名 知道的人就比较多了 因为 陈欢便是五十族位小队的一名队员 不过 获知这消息后 风啸诚和虎珀峰的众多修士更是大祸不解 最近 取代员第一小队 占据足位贡献榜榜首的五十小队可说是炙手可热 几乎小队的锁队员 都应发现矿脉 获得天位原始而在虎族广为人知 但是这和能不能代表虎族出战 却是两码事 这次是要和龙 鹰 蛇三大部族年轻一辈中的高手切磋比试 对于初战之人来说 靠的不是名气 而是实力 那个陈欢 据说只有真灵二重的修为 他去参加这种四大部族之间的切磋比试 不是丢人现眼 一笑大方马 虎旋 虎庆 行秀 罗晨这四个沿龙山脉西部区域最有名的天才就顾说了 前三人早已踏入真灵五重 罗晨也在前不久突破了 而孙玉玲 虎燕 霍刚 左宗涵 虎丰这些人也都各个修为达到了真灵四重 在这么一群年轻高手中 一个真灵二重的家伙跑去凑什么热闹 也不知确定初战名单的那些人是怎么想的 风啸城 虎破风 类似的质疑声越来越多 直到有消息说唐欢是真灵三重巅峰修饰之后 才总算是减少了一些 这格修为 相比虎炫等人 依然要低很多 可最起码不像是真灵二重那般离谱了 特别是听说唐欢只用了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从刚成为虎族足位时的真灵一重突破至真灵三重巅峰 并且他能够长时间连续不断在灵破洞中断修炼的消息后 众人更是瞠目结舌 震撼莫名 如此可怕的修炼速度和适应灵破洞压力的能力 整个虎族年轻一倍修饰中 估计也没谁了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修为追上虎炫和虎庆等人 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唐欢才是虎族年轻一倍中的第一天才 应出战名单而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的唐欢 这段时间却几乎是足不出户 一直待在风神谷的六四三号庭院之内 至于四大部族的鄙视 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灵破洞的修炼速度也的确是快得惊人 如果唐欢继续在那里修炼 离开风孝城前踏入真灵四众之境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 唐欢并没有这么做 近几个月 他的修为就跟作火箭一般蹭蹭地不停往上飙升 原本还说要花两三年时间成为虎族供奉 可按照现在的修炼速度来看 估计两年之内就能达成这个目标 速度太快 极有可能会导致根基不稳 因而多花点时间来催炼真气和魔力功法战绩 非常的有必要 这么些天下来 唐欢的修为境界虽不曾提升 可他吸收炼化的灵源天经却并没有少太多 每天消耗的数目都在百科以上 别的足位若是获得灵源天经 都会尽可能地用来提升修为 哪怕是已经成为了小富翁的黎天恩 胡凯和陈优等人 在使用灵源天经的时候也都是非常节省 平时从不浪费一颗 用灵源天经来淬炼真气 这种财大气粗的奢侈行为 他们从来没尝试过 也就是唐欢 一点都不将灵源天经的飞速减少放在眼里 这若是让别的足位们知道 恐怕会嫉妒地发狂 在大把灵源天经的支撑下 唐欢的真气预见圆容精纯 对战技的魔力 唐欢更是没有放松 以前学会的真艳流红枪绝 霸王普军枪绝 黄极九霄剑绝 雕灵剑绝 以及各种魔法各种灵魂之术 最近获得的绝剑真法 圆容生天绝 阴阳虚空道神通等 唐欢都不曾放过 甚至那残缺不全的焚空斩亮刀绝 唐欢也重新拿出来进行了一番推演 令刀绝由似是变成了七世 可以说 唐欢的修为虽一直停留在真灵三重巅峰 可他的实力 却是一天天地在提升 尤其是对太极天典和阴阳虚空道的领悟 更是变得越来越深 若是在施展阴阳虚空道天影 唐欢必定能够做到更加的迅极 更加的无稽可循 不知不觉间 已是过去了二十多天 四大不足切磋之日 即将到来 不少风啸城和琥珀峰的修饰 开始成群结队 必提前赶往生龙和方向 顺便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散落在河流各处的宝石 据说 那五十足为小队有个叫陈幽的女子 随便翻块石头 就翻出了五十颗泥红悬月石 把众人刺激得够呛 六十一日清晨 风神谷口 人声鼎沸 数百道身影齐聚一堂 除了这段时间正好在外面执行任务的那些人 其他足为已是全部都聚集在了此处 四大不足年轻一辈的切磋比试 可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大盛事 他们都不想错过 数十只小队 分别聚集成团 五十小队 按照以前的习惯 站在人群的边缘 可这个时候 其他足为看过去的时候 眼神中的鄙夷和嫌弃却已是完全不见 带之而起的是难以掩饰的羡慕和嫉妒 现在的五十小队队员 可是个个都肥得流油 两万多颗的林园天津 让其他足为都有打劫的强烈冲动 和黎天恩 胡凯等人一比 他们这些人跟乞丐没什么区别 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罢了 偏偏还有人在不停地提醒他们这一点 蒲队长 最近的那一次任务获得了多少贡献 有没有两万 哈哈 我们小队一下就得了三百多万 哎哎 还是有点少 要不是英族那些家伙来得太快 我们说不定能够弄到五百万 卢兄 看你们小队增加的贡献 应该每人能到手四十颗林园天津吧 不错 不错 林园天津够用就行 太多了也不好 都不知该怎么花 全部用来修炼的话 估计两年都用不完 妈的 一把这样的武器 就花了老子五百颗林园天津 要不要这么贵啊 听着周围的声音 唐欢经不住哑然失笑 看离天恩和胡凯这些家伙熟练的架势 看来最近没少干这些事情 太拉仇恨了 不过 和他们相比 自己似乎也差不到哪去 自从在这封神谷口现身之后 就不时地有各种目光落在身上 第773章虎炫 虎庆 虎炫 一声低沉的喝叫陡然在虚空蹦响 将政府想连篇的唐欢惊醒过来 寻声望去 殿剑族为统领虎消事来到了封神谷口 与他一同出现的 还有好几个人 其中一个赫然便是虎族族长虎裂 虎裂身判 还有三道身影 其中 一个是体型高大的壮汉 一个是身材瘦穴的老者 还有一个中年女子 眉宇间风韵犹存 她们躯体间透散出来的气息 都极其微弱 若有若无 可气息的强度却都是强悍无体 这三人 应当是和虎威格二层 那灰袍老者一个级数的强者 唐欢打亮那三人时 虎猎也在人群中找到了唐欢 微笑着冲他轻易汗手 或有种一切静在不言中的意味 在 随即 红中大吕般的硬和声便回响起来 身材雄壮的虎炫大步如飞 跃重而出 近乎同一时刻 周围嘈杂的声音全部消失 这封神骨口一片沉寂 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了虎骁和虎猎等人身上 虎庆 虎骁再次喝道 在 身材火爆无比 身高超过了一米九的虎庆 闻言也是大步而出 站在了虎炫的身判 罗成 在 秦秀 在 一道道身影走了出去 此次所有代表虎族出战的修士 年纪都不得超过二十五岁 而这样的年轻高手 全部都在虎族的足位当中 唐欢 虎骁终于念出了第十个名字 在 唐欢应声而出 站在了虎峰旁侧 这个时候 落在唐欢身上的目光更多 眼神中蕴含的情绪也是不一而足 或嫉妒 或羡慕 或怀疑 或激潮 在所有出战修士当中 唐欢修为垫底 尽管他前几个月展现出来的修炼速度 帮着打消了许多的质疑 可依然还是有人心存疑虑 以唐欢的修为 会不会拖虎炫等人的后腿 唐欢更换姓名加入足位 也同样让一些虎世子弟不时暗中 揣测唐欢这麻作是不是别有用心 如果不是心里有鬼 他为何要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 当然 有些人看他不爽 只是纯粹地因为唐欢所在的五十小队 占据了足位贡献榜榜首 譬如隶属于第一足位小队的虎燕 孙玉玲等年轻高手 此次出战的十人 除了五十小队的唐欢 第二小队的虎炫和虎庆兄妹 第八小队的虎风其余六人 全部都是来自第一小队 人已到齐 很好 虎骁微微点头 随即沉声大喝 诸位 我们出发 说吧 虎骁向虎猎等人示意了一下 便大手一挥 当先向前飞驰而去 虎炫 虎庆和唐欢等十人连忙跟上 而后便是其余数百足位 虎猎等四位强者则是不急不徐地跟在最后 一行人很快便已离开了封孝城 小子 我警告你 我们虎族这次可是冲着第一去的 在四族鄙视的时候 你要是拖累我们 可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一个阴沉的声音突然毫无征兆地钻入唐欢耳中 却是前面的虎焰悄然落到了后面 看向唐欢的眼神中满是不屑 而他说出的这番话中 更满是威胁之意 就凭你 唐欢文言 也不动怒 只是没稍微抬 慢条思理地笑了起来 看向虎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个白痴 当初在生龙河 还是真灵二重修为的唐欢 凭借阴阳虚空到天影 就把真灵四重巅峰的阴雨 干得只剩一颗真灵 而经唐欢以真灵三重巅峰 岂会将这个真灵四重的家伙放在眼里 这家伙到底是哪来的自信 敢威胁他 凭我还不够麻 唐欢的眼神 让虎焰有些恼羞成怒 压抑着声音冷笑起来 唐欢 若我是你 就赶紧自请退出 免得到时候给我们虎足丢脸 虎焰 你这是在说自己吗 唐欢还没开口 一个金铁交明般的铿锵声音就猛地插了进来 语调终满是嘲弄之意 你 虎焰勃然大怒 眼角一挑 下意识地就要喝马出声 可后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 那突然出现在旁侧的一道魁硕身影 就让他将冲到喉咙边的声音又吞咽了回去 面庞之上满是忌惮之色 来人赫然便是虎眩 高达两米五的躯体 哪怕是什么都不做 都能给人一种异常巨大的压迫感 以神问你 虎眩两颗同龄般的眼珠子煞石圆溜溜地蹬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盯着虎焰 小子 我警告你 我们虎族这次可是冲着第一去的 在四族鄙视的时候 你要是突累我们 可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虎眩竟是原封不动地将虎焰对唐欢说的那番话又喊了回去 虎焰羞愤愤不比 嘴巴一张 便要反唇相激 可声音还没出口 就见虎眩握起了大碗弓大小的右拳 蒲扇般的左掌在拳面上不停地摩缩着 虎焰一个机灵 面旁涨得通红 最终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狠狠瞪了唐欢一眼 便加快速度 重新回到了前面 可两只拳头却是紧紧攥了起来 虎眩兄 多谢了 唐欢冲虎眩拱手一笑 心中却是有些讶异 在此之前 他和虎眩没有任何交集 没想到他竟会为自己出头 哈哈 唐欢老弟 不用客气 虎眩大嘴一咧 抬手拍拍唐欢肩膀 非非笑道 第一小队的那帮家伙 特别是那个虎奔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你们50小队在贡献榜上 把他们干了下去 可是帮我大大的出了口恶气 竟是因为这个缘故 唐欢有些忍俊不惊 怪不得当初他和虎庆 当初没有加入虎奔任队长的第一小队 而是选择加入莫兰所在的第二小队 得 一个轻妙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唐欢寻声望去 却是虎庆落后了些许 来到了虎眩旁侧 美好气地横了他一眼 虎奔可是我们的堂兄 要是被他听到你这么说他 你可就惨了 虎庆的身高的确颇为惊人 唐欢从小世界到驻神大世界 见过女子无数 可有他这等身高的屈指可恕 除了身高和身材极为引人注目之外 虎庆的面容也是非常的美丽 就算是和陈忧相比 也不遑多让 唐兄又怎么了 虎眩耿着脖子横道 现在老子修为是不如他 不过 老子赶上他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 看老子怎么干他 听到他这番粗鲁的说辞 虎庆直翻白眼 唐欢却反倒对这个人形巨兽般的家伙 多出了一丝好感 第774章笔事开幕 这么一番小插曲 吸引了不少诧异的目光 见虎炫 虎庆和唐欢有说有笑 混在了一起 而虎燕则面色发黑 一脸憋屈 那些原本打着和他同样主义的家伙 在好奇之余 也都明智地打消了之前的念头 免得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 一路急速前行 不断有朝着同个方向行进的虎族修士 加入进来 不知不觉间 队伍竟是变得越来越庞大 进入干河的生龙河后 再顺着河流往下 月末傍晚时分 便已抵达目的地 河流中间那条小山脉的中段 已是差不多被铲平 一堆堆勾火熊熊燃烧起来 将这处区域映照的一片透亮 大片大片的帐篷在红彤彤的火光中显露出来 帐篷内外 可见一道道身影 谈笑之声 此起彼伏 而随着虎族队伍的加入 更是变得喧嚣热闹 这里聚集的绝大部分都是四大部族的修士 其中虎族和鹰族占据了大多数 毕竟这两大部族相聚最近 龙蛇这两大部族 各来了数百人 此外 还有些凑热闹的修士来自四大部族之外 时间点点滴滴是去 不知不觉间 一夜就已过去 一日 晨曦出路 一片刚被清理出来的宽阔场地处 已是宣声震天 哈哈 看到没有 那就是我们龙族的龙雪鹰 别看他才23岁 可修为以达真灵武中巅峰 四个部族这个年纪的修士当中 绝对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 第一 一定是我们龙族的 小子 你可不要忘了 此次四族比试 出战修士的年龄是不超过25岁 而不是23岁 那又如何 照样没一个是他的对手 快看 快看 那个莫非就是蛇族的第一美女依然 果然生得跟个妖精似的 你看他那身材 嘖嘖 看得老子心里直冒火 他不但是蛇族第一美女 还是此次蛇族出战十人当中的第一高手 英族这是要疯啊 十人当中就有五个是真灵武中的修为 五个 人多顶屁用 我们虎族的虎旋出马 就能把他们那五个真灵武中的家伙全部干翻 处万名四大部族的修士以及少量外来修士 在场地四周围成一圈 或是纵声谈笑 或是激烈争吵 或是揣测着这次彼时的结果 各种各样的音符汇聚成巨大的声浪 在上空来回击档 准备代表四大部族出战的年轻男女 也已全部来到了场地中央 四十人 聚集成四团 敬畏分明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周围众多修士点评的物件 将四周那些不断传来的声音收入耳中 众人都是肩默不言 可眼珠子却在不停地转来转去 暗暗观察着几方的对手 唐欢也不例外 昨晚到达之后没多久 足为统领虎骁就将众人召集了起来 将收集到的有关龙族 鹰族和蛇族出战之人的情报传达给了大家 并且依照各族出战之人的状况 一一安排好了相应的对策 只是片刻功夫 唐欢就已将虎骁提供的情报和那三族修士对应了起来 此次四大部族的出战修士 龙族十人当中 有四个是真灵五重修士 六个真灵四重修士 鹰族的真灵五重修士则多达五个 另有五个也都真灵四重修士 蛇族的情况则和龙族差不多 至于虎族 则有真灵五重修士四人 真灵四重修士五人 还有一个就是唐欢者真灵三重修士 从表面上看 是鹰族实力最强 龙族和蛇族次之 虎族又次之 不过不管是鹰族 还是龙族和蛇族 都不会这么看 虎族也同样不觉得己方实力垫底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毕竟就算修为境界相当 战力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 有的真灵五重修士 说不定会败于真灵四重巅峰修士手中 有的真灵五重修士 却可力敌两名同等修为境界的对手 而且武器功法等因素 也同样会影响鄙视的结果 这次四大部族切磋的结果 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啊哈 我没看错吧 虎族那里有个真灵三重的家伙 触点 一个怪异的声音打破了这小片空间的陈迹 说话的是一个躯体瘦长的鹰族男子 面旁同样继瘦而长 脸色显得颇为苍白 有着一个颇为惹眼的鹰勾鼻 此刻 他脸上满是夸张的惊奇之色 但那双小眼珠子里却没有丝毫惊奇之意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这是在故作惊诧 还真是真灵三重 几乎是那瘦长男子话音落下的瞬间 便有人以一副难以置信的语气附和起来 这出生的也是个鹰族男子 身着一袭黄色衣袍 虚体颇为壮硕 破罗般的嗓音终满是机窍之意 连真灵三重修为的家伙都派遣了出来 虎族不会是没人了吧 真是没想到啊 虎族年轻一辈竟没落到了如此地步 连六个真灵四重的修士都找不出来 弄到最后 竟拉了个真灵三重的来凑数 杨哥 你错了 说不定虎族这么做 是想要麻痹我们啊 一个戏虐的声音紧跟着响起 甚至有可能那是一个真灵六重的高手 用某种特殊的手段演示了真正的修为 把自己卫装成真灵三重的样子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说不定他才是虎族真正的杀手锏呢 比试开始之后 我们渴得加倍小心 要是运气不好碰到他的话 可就惨了 哎呀 我好害怕 一个英族女子轻拍着胸脯 娇嘀嘀地叫了起来 竟是满脸惊惧 几乎是这英族女子话音落下的刹那 其于英族修士便经不住哄笑出声 附近那些龙族修士和蛇族修士 也是不由得笑了起来 在比试开始之前 任何一族都有可能成为对手 英族和虎族的年轻修士在比试前发生冲突 龙族和蛇族之人都是喜闻乐见 若是双方克制不住 爆发一场激烈的大战 斗个两败俱伤 那就更是在好不过了 于是 马上就有龙族和蛇族的家伙 开始在旁边嬉皮笑脸地起哄 恨不得两族立刻就开战 都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神色 第775章四大足长 对于英族的这些冷嘲热讽 唐欢智若网文 他很清楚 英族的这帮家伙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 虽然他改回了真实姓名 但他就是成欢之事 并非什么秘密 风啸城中 肯定有英族的探子 要获知这情况 心而易举 当初 他曾以真灵二重的修为 重创真灵四重的英语 令其只剩一颗真灵逃顿而去 如今他即将代表虎族出战 英族肯定想要在动手之前试探一下 看看他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 他若是忍不住出手 岂不正中英族下怀 转念间 唐欢有意无意地转眼朝右侧的人群望了过去 他能隐隐感觉到 那里有一双眼睛正在窥探着自己 此刻在看着他的修饰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可唯有那人的目光 让他感觉有些不太自在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那人并是英族强者 实力当不在虎族族掌虎猎之下 当然 那人藏捏的手段极其了德 若非唐欢经过了这近一个月时间的淬炼 和魔力 还真不一定能够察觉 大小子发现了老夫 六侧人群之内 一个矮受老者眉头为皱 用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 疑惑地嘀咕了一句 旋即便是哑然而笑 摇了摇头 绝不可能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以老夫隐秘气息的手段 别说是一个真灵三重巅峰的小家伙 就算是虎猎娜的老家伙 也不见得能够察觉到老夫的存在 放你们的狗臭屁 场地中央 一声炸雷般的大吼陡然在场地上空炸响 却是虎眩双目圆征 宛如一只被激怒的远古凶兽 狂暴的气息从躯体间疯狂地激荡而出 霎时间 这小片区域便似凭空卷起了一阵飓风 唐欢虽不在意 可其余即将出战的虎族修士 却有些忍不住了 一个个脸色发黑 恼怒无比 只不过 虎眩等人的恼怒正对的是英族修士 而虎燕等几人的恼怒更多的却是针对唐欢 出现如今这样的状况 让虎燕等人唐欢极为不满 在他们想来 英族那些人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根源却还是在唐欢身上 太遣他出战 的确是虎族高层的意思 可他若有自知之明 就该主动放弃 那样的话 也不至于被其他三族看了笑话 哟 这不是虎血麻 那英勾比男子眼皮一番 脸上满是嘲弄之意 这样就恼羞成怒了 莫非被我们说中了 这个真灵三重的家伙 真是你们虎族准备 用在最后的杀手锏 嘖嘖 我还真想见事件 是你们虎族的这个杀手锏 到底有何厉害之处 出到最后 英勾比竟是四翼帝大小出生 像你这样的憋三 也配见是唐欢兄弟的厉害 虎炫更是怒不可遏 同龄般的眼珠子一鼓 抬脚边要向前迈去 唐欢见状 手臂条件反射 扳地前探出去 想要将虎炫拽住 退下 可正当这时 一声低喝骤然响起 紧接着 一道高大的身影 便在场地左侧显露出来 虚法皆白 身躯一场魁梧雄剑 正是虎族族掌虎猎 它的声音不大 却蕴含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意味 乍然听到这声音 虎炫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 一个机灵 立刻就冷静了下来 抬起的右脚也落回原杵 这位鹰族的小朋友 你说得很对 唐欢 的确就是我们虎族准备用在最后的杀手锏 虎猎大步如飞 下一刻 便已抵达场地中央 两道目光便落在了那鹰勾鼻男子身上 可他不但没有动物 反而一本正经地开口道 见虎族族长这么说 不但是鹰族 龙族和蛇族的修饰恶然相顾 虎炫等人也是面面相去 不知虎猎究竟是在开玩笑 还是在说真的 场地周围 众人更是议论纷纷 一时间 哗然之声大作 虎兄可真会开玩笑 一个笑声漠然激荡开来 说话的是个中年男子 一席黑色衣袍 身躯修长 面旁轻瘦 两道眉毛又粗又长 血飞入病 他从右侧鹰族修饰聚集之处闪现而出 吐起胡落 速度极快 话音刚落 仍已在虎猎身判 鹰族族长鹰飞尘 还以为他是个老头子 没想到看起来还挺年轻的 据说鹰族族长闭关修炼已有多年 不知他现在修为如何了 四周场地边缘 隐约有狄估声传来 虎猎和鹰飞尘 并非独自出现 他们现身之后 都有各自不足的强者跟随而出 虎族的正是唐欢 曾在封神谷外见过的纳壮汉 老者中年女子 以及族位同龄虎骁 鹰族那边 也同样是四人 近乎同时 场地北侧和南侧 各有数人闪烁而出 只不过片刻功夫 虎猎和鹰飞尘身边就又多出了两道身影 虎猎左边的 是一个金袍老者 身材不高 中等个子 双眉耗法 面色红润 颇有点到古先锋的架势 且额头两侧有两颗肉流状的凸起 上端略显尖细 看上去便如同两根粗短的小脚 而站在鹰飞尘身盼的 则是个红衣女子 那女子看起来极其年轻 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 一袭颇为颈凑凑的红色衣袍 将她恩娃曼妙的身躯曲线 完全显衬了出来 双腿修长 腰肢纤细 圆臀挺桥 苏胸饱满 竟是无一处不惹人注目 她的容貌 也是极其美丽 那张小巧精致四经雕细琢 而成的瓜子脸上 有着一双既大且亮的眼眸 看起来水汪汪的 与那光润如绸缎 似乎吹弹可破的白嫩肌肤 组合在一起 令人一见难忘 龙族族长龙心拳 蛇族族长千语 唐欢双目为咪 脑中闪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她虽不曾见过龙族和蛇族的族长 却在来路上听虎炫描述过他们的形貌 此刻 两人现身后便与虎猎 因非成同战一处 傻子都可判断出他们的身份 龙心拳千语 这两大部族的族长 一个看起来慈眉善目 一个看起来若不惊风 可从他们躯体间隐隐透散而出的极其细微的波动 却能知道这两人的实力都是深不可测 至少不会比虎猎和鹰飞尘差 第776章炎舟 虎兄 英兄 时间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这便开始吧 千语美眸一转 轻妙柔诺的声音回荡开来 他说出的每个音符都似蕴含着神奇的魔力 听入耳中 整颗心都似变得酥软起来 说的对 我也有些等不及了 龙心拳也是摞着汗下雪白长须 哈哈一笑 声如红中的道 我们四大部族 两两比试 两轮之后 便可觉出名次 不过 这第一轮的比试对象 该如何确定 是抽签 还是用其他什么方式 若是两族对某一场比试的结果有不同的看法 又该如何判定胜负 如何解决纷争 文言 虎猎英飞臣和千语三人都飞快地对视了一眼 这些问题 的确的先商议好 免得到时出问题 若是四位族长信得过老夫 不如老夫来为此次四族比试做个见证如何 数点 一个苍净的声音在天地间响起 伴随着这声音而来的 是一道修长的身影 身上穿着一袭白色衣袍 面容年轻俊美 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 却是发白如雪 声音中似满含沧桑 这男子脸露笑意 大袖飘飘 闲庭信不搬从原厨走来 速度却快至极点 寝壳之间 便已出现在虎猎龙心拳 英飞臣和千语四人面前 原来是卓兄 卓兄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地方来了 小妹见过卓兄 数年不见 卓兄可是风采依旧那 有卓兄给我们做见证 那是在好不过了 四大部族的族长 对这个看似年轻的白发老者 似乎颇为熟悉 都是非常热情 递打起了招呼 卓兄 唐欢有些亚异地 打量着这个不促之客 不知他是什么来历 四看出了唐欢的疑惑 旁侧的虎庆 直接将一缕声音送入他耳内 他是我们沿州 周主麾下五大司室中的 南部司室卓东清卓大人 也是纯阳建宗的一位长老 实力非常强大 原来如此 唐欢恍然 诸神大世界 共分为三十六周 延周便是其一 而延龙山脉就在延周范围之内 据说在远古之时 曾有爵士强者折押万族 一同整个大世界 建立了一个强盛无比的皇朝 那位爵士强者 背后人称作诸神 一级铸造之神 因为那位爵士强者 同时也是一位炼启师 这大世界也是因其而得名 三十六周 也是由诸神划分的 无数年下来 诸神建立的皇朝早已分崩离 不过 三十六周之分 却始终延续 如今 每一周之内 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势力 有些周 若有某个非常强大的实力 能够设服周内其他所有势力 其宗主则会被尊奉为一周之主 便如延周 纯阳建宗最为强盛 其宗主 便是延周宗主 至今已是延续了上万年 这样的周 有一定的秩序 比较稳定 若没有这样的势力存在 周内其他实力相当的势力 又互不同属 则很容易陷入长时间的混乱之中 在整个诸神大世界 这样的周不在少数 其中最为混乱的 据说是海周 每年死于各种纷争的修士 不计其数 延周虽然也不是净土 但相较于海周 这里的确跟天堂差不多 之所以如此 纯阳建宗的确是功不可没 这宗派统领延周之后 设立了周府 分派五大私事 管理周内事务 尽可能地化解各大势力的纷争 延龙山脉四大部族和云荒城 在生龙河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老夫身为延周南部私事 自然地来看看情况 现在看来 老夫来得还是非常及时的 一番寒暄过后 卓东青笑容满面的道 四位族长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先来抽签 决定好此次切磋笔事的顺序吧 笔事结束后 我们再来叙旧 初霸 卓东青探手一抓 四颗小小的石子便已落入掌中 继而 卓东青双掌一合 轻轻搓动起来 石血纷纷洒落 只过了片刻 他便笑了起来 四位族长 这里有四根石条 两长两短 抽到掌的唯一组 短的唯一组 进行切磋笔事 如何 好 就依卓兄所言 四人自无异议 依照年龄顺序 龙兴拳 虎猎 英飞臣和千语相继上前 四大部族的年轻修士 都是宁神秉席 目光灼灼地盯着四位族长 没一会 结果就出来了 龙兴拳和英飞臣 抽到的十条略长 虎猎和千语抽到的 则稍短一些 这便意味着 此次比试的第一轮 将在龙族和英族 虎族和蛇族之间进行 胜者将继续比试 绝出一二名 落败的部族 也会继续绝出三四名 按照此前虎猎 龙兴拳等四人 商议出来的结果 这次比试 每一轮四大部族 都会派遣五人出战 而且 每个修士都不许重复出战 若是前一轮参加过战斗 便不能在后面那轮继续出战了 此外 比试采取的还是轮战的方式 北方先各派出一人 胜者继续留下 拜方则再出一人 这般持续下去 直到有一方五人全败为止 另外 任何一场战斗 持续的时间 都不可超过半刻钟 否则 双方便都已失败论 请诸位做好准备 着东清声音清亮 请清楚楚地 传遍了周围的每一处空间 抽签时才稍稍沉积一会的四周人群 则是再次沸腾起来 比试即将开始 四大部族修士既期待又激动 场地中央 众人也开始行动起来 在各族族长的吩咐下 龙族和鹰族的修士挪到了左侧 虎族和蛇族之人则转向了右侧 四大部族都没有查验 对方出战之人的年纪 是不是都不超过25岁 一般来说 四族都不会在这方面弄虚作假 依照约定 一旦出战修士的年岁 被发现不符合要求 其所代表的部族将会 直接从矿外的分配中排除出去 诸位 四族首轮比试 现在开始 伴随着卓东青的一声大喝 此次四大部族的矿外争夺战 终于拉开了尾幕 这第一场 我先来 几乎是卓东青话音落下的瞬间 大笑之声便已响彻虚空 却是虎旋大步而出 对手是蛇族 该如何调兵浅江 早在昨晚 虎骁就已经和众人商议好了 出战的顺序 蛇族想来也是如此 差不多同一时刻 蛇族那边 一道鸟娜的身影走了出来 第777张连鱼 那是个绿群少女 面旁秀美绝伦 一双眼眸清澄纯净 仿佛不含丝毫杂质 没一会 她便劈劈停停地站在了虎旋对面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和躯体雄状无比的虎旋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不过 在这样的场合 没有任何人会小觑这个蛇族女子 更何况从他身上透益而出的气息 并不比虎旋弱多少 蛇族 莲鱼 大绿群女子冲虎旋拱拱手 笑叶如花 蛇族取名 和其他三大部族大不相同 龙族 虎族 英族的本族子弟 直接就是以族名为姓 唯有蛇族子弟例外 他们向来都是只取名 无惯性 如莲鱼 依然 蛇族族长千语 都是如此 虎族 虎旋 虎旋大咧咧地开口道 眼神却颇为凝重 心底也是警惕之意十足 虎旋大哥 小妹实力低违 待会还请手下留情默 莲鱼眨巴着美眸 显得有些楚楚可怜 好说 好 虎旋打了个哈哈 枪 话没说完 冥想之声便已蹦起 却是莲鱼腰间长剑坑然出窍 一道翠绿营光如闪电一般骚然化过虚空 思 隐约间 似有一声力笑破空而起 那抹翠绿剑光竟化作了一条绿色巨蛇 须体粗弱水缸 几乎是缸衣显漏 他便张开血盆大口 朝虎旋疯狂地扑了过去 那双灯笼般的眼珠子里闪烁着冰冷的胸光 似欲将对手一口吞没 吼 幸亏虎旋从未放松过警惕 脸语的攻势虽来得突然 他的反应却也丝毫不慢 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中 一只黑色巨虎从虎旋熊见的躯体之内呼啸而出 张牙五爪地迎向那条绿蛇 狂暴五匹的气息在天地之间急剧波荡 一股极其可怕的威压同时向四周弥漫了开来 轰 撞击之声激荡虚空 下一刻那绿蛇扁朔的头颅就被黑虎一爪拍落在地 进气翻卷 一个方圆数米的土坑立刻显露出来 可近乎听一时刻 绿蛇长瘦的躯体一弓一弹 蛇尾便如铁棍横扫 狠狠抽中了黑虎腰部 砰 黑色巨虎腾云架物搬飞出去二三十米 确实刚一落地 便立刻一个翻滚 弹身而起 两颗硕大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对面那绿蛇巨蛇的脑袋 也已高高昂起 新红的蛇性子吞吐不定 虎炫大哥果然厉害 小妹佩服 连鱼笑眯眯地望着虎炫 不过口中说着佩服 他眼神中却没有丝毫钦佩之意 你也不错 虎炫鼻众一横 几乎是刹那过后 连鱼和虎炫便已同时融入绿蛇和黑虎体内 本就体型狂硕的法相竟是再次膨胀了一圈 而后两道身影宛若流光 以肉眼都难以捕捉的速度 朝对方暴射而去 笑声冲天 轰 两道身影疯狂纠缠在了一起 激烈的轰撞声不时在天地之间乍响 狂猛害人的静气一波波地向四面八方呼啸而去 方圆数十米区域 仿佛被飓风所笼罩 沉沙大片大片地在空中翻腾 这个鲰鱼实力可真不错 可惜他碰到的是虎炫 此战 虎炫必胜 不知道蛇族下一个会派遣谁出战 龙族和鹰族 虎族和蛇族之间的战斗 几乎同时爆发 不过 绝大多数虎族人还是将注意力放在自家的这场战斗之上 此刻 场地边缘 众人神色都是颇为轻松 虎族出战的十人当中 虎炫修为最高 实力最强 如果蛇族出战的是十人当中的第一高手依然 估计会有场恶战 可现在蛇族出战的却是更弱一筹的连鱼 结局可说是没什么悬念 不仅他们如此 场地之内的虎庆和秦秀等人 也都是满脸笑容 唐欢却没有他们这么乐观 在这么多人里面 他的修为是最低的 但感应能力绝对是最强大的 即便是真灵七重的足位同灵虎骁 在这方面也不见得能比得过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是能看出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 虎炫的修为和实力 的确要强于连鱼 可连鱼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泄力手段 让他承受攻击的能力变得非常强悍 虎炫的攻击想要真正威胁到连鱼 就必须动用更加强大的手段 若是不限时间的话 虎炫还可以慢慢消磨连鱼的力量 一点一点累积优势 从而获得最终的胜利 可今日的每一场战斗 都限定在半课中内 若超过实现还未决出胜负 双方都算是失败 虎炫和连鱼的战斗 在正常情况下 很可能会拖过半课中 除非虎炫不计较自身的消耗 可这样一来 就算虎炫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估计自身力量也所剩不多了 或许正因连鱼有这种奇妙的手段 蛇族才没有一开始 就将实力最强的依然派遣出来 接下来的战况 果然印证了唐欢的判断 那黑色巨虎的攻势一波接着一波 犹如狂风暴雨 而绿蛇却如风暴中的一株小草 虽疯狂摇曳 却始终窥然不倒 尤其奇异的是 连鱼和那绿蛇法相的配合 简直是妙致好颠 忽而融合 忽而分离 手段诡诀莫测 不断地消耗着对手的力量 却能让自身受到的伤害降至最低 时间飞逝 着东青右手那小沙漏上端 残留的杀力越来越少 虎炫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再也不敢有丝毫留守 黑色巨虎的攻势 变得愈加强猛狂暴 旁硕躯体的每一次扑击 都似要将虚空抓裂开来 那条绿蛇的反击 终于渐渐变得有些力不从心 千语足长 你们蛇足的这个小丫头着实不错 长臂忠心 虎裂见状 经不住扶掌赞叹起来 和虎炫那个小家伙相比 还是差了些 千语奄然一笑 哼 几乎是在千语话音落下的瞬间 朦朦胧胧的战圈之内 便传来一阵巨响 在黑色巨虎连续三次疯狂的扑击之下 那道长说的绿色身影再也支撑不住 断线风筝扳倒射而出 还在空中 法相便已散化开来 绿群少女的身影再次显露 重重地坠落在数十米外 扑 刚一落地 连鱼便是一口鲜血喷涂而出 面色煞时变得苍白如指 这一场 我们输了 黑色巨虎正要再次前扑而去 一声娇喝便在战圈旁侧猛然响起 第778章玄虎便 吼 刺有些脑怒地撕吼了一声 黑色巨虎旋即消散 化作虎旋那撞瘦的躯体 眼神阴沉 脸色颇为难看 最初 他还以为能够快速地解决战斗 可没想到 那个叫连鱼的蛇族女子如此难缠 虎兄 你们虎族先拿下一局了 恭喜恭喜 千语目光略顾连鱼和虎旋两人 眉宇尖笑意盎然 承让 承让 虎猎打了个哈哈 却是笑得颇为勉强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得出来 虎旋此刻的状况有些不妙 刚才和蛇族连鱼的那场战斗 虎旋虽获胜 可他体内大部分的力量都已被消耗殆尽 接下来 蛇族很可能再派遣一位真灵武重修士出战 而虎旋胜算渺茫 虎族四位真灵武重修士 虎旋战力最强 只击败蛇族一人 就被淘汰 这可是大大出乎了虎猎等人的预料 负责调兵浅将的虎骁 也知道如今虎族的状况有些不妙 眉头紧紧地凝了起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遭受重创的连鱼被蛇族修士带了回去 可紧接着 蛇族那边 一名面容普通的年轻男子便如幽灵般闪烁而出 身躯其长 双颊受血 一双三角眼泪闪烁着毒蛇般阴冷的幽光 这男子握着一柄幽黑长刀 刀身狭长 刀刃风锐无匹 即便是还不曾用真气催动 灵力之意就已在天地间急剧蔓延 似能将虚空都切割开来 与之一同散播开来的 还有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冷气息 沙沙 卓东青左手沙漏不动 右手沙漏则是轻轻地摇晃几下 剩余的沙力随即全破漏了下去 而后 其右手沙漏便已翻转了过来 沙力缓缓流动的声音便开始一力而出 新一轮的计时重新开始 扯足 放停讯 下一刻 那年轻男子便沉声低喝 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其话音落下的刹那 手中那柄幽黑长刀也以斜抹而出 一道凝弱实质的刀引升腾而起 在空中飞速扩张 顶刻间 便已长达十数米 裹挟着锐利至极的气息 如浪潮般从高空腹压而去 似能将下方一切障碍都撕成碎片 这方停讯显然是舌族的外星修饰 可他的实力却毫不弱于先前被虎炫所败的连鱼 一刀挥出 周围观战的虎庆等人几乎都感应到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神色肩不自尽地多出了一丝担忧 吼 口中咆哮一声 虎炫双目暴征 竟是再次催动黑虎法相 身躯同时融入了进去 法相体型飞速膨胀的同时 黑虎两只巨大的前爪也是以雷霆万军之势拍了过去 似要将长刀拍成碎片 哼 巨响声中 恐怖的进气疯狂激荡 巨大的刀引瞬间爆碎开来 可那只黑色巨虎旁硕的身躯也是如遭重疾 导射而出 重重地沉落在二十米外 稳住脚步时 躯体竟是随之淡化了不少 虎炫大哥的情况有些不妙啊 上一战判断失误 虎炫消耗太大 这一战 哀 昨晚商量好的初战人选 看来估计要调整了 虎啸眼睛微眯 背负双手 面色沉宁 肩默不语 旁侧虎族众人的嘀咕声不时响起 都是忧心忡忡 虎炫 现在的你已不是我对手 还是乖乖认输吧 方庭讯英策策地冷笑一声 腾身纵月 手中长刀从高空披落下去 黑色气息从刀身之内呼啸而出 瞬间凝聚成衣到黑色曝流 轰隆隆地倾泻而下 便如飓风坍塌 暴虐冷力的气息充色虚空 吼 巨虎怒吼出声 全集 他两颗硕大的眼眸就变得血红 黑乎乎的体表先是出现了一圈圈的暗虹斑纹 紧接着 那暗虹之色便从斑纹中蔓延开来 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 整指巨虎都已变成了暗虹之色 以 唐欢亚异地低乎出声 当初虎凯和英语交手时 黑虎法相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只不过这一次 虎炫的黑虎法相变化得更加彻底 唐欢能够清晰地感觉得到 虎炫状况已是大变 原本力量近乎耗尽的他 躯体之内似乎又多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如火山爆发般喷勃而出 显露出毁天灭地般的骇人威力 全虎变第二种 虎消低呼出声 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周围虎庆等人 也都是一脸的惊喜和难以置信 全虎变是所有虎世子弟都需要修炼的一种功法 每提升一种 法相的威力都会出现飞跃般的提升 嗯 方庭讯身在半空 面色奏变 虎炫法相的变化 竟是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心思随即生出了不妙的预感 吼 穿金烈石般的嘶吼声中 虎炫猛地腾空而起 冲向那倾泻而至的黑色曝流 速度迅即如电 和之前相比 巨虎的速度起码提升了将近五成 如同一团旁硕的暗红流光 与那黑色曝流猛烈撞击 轰 碰撞声响扯天地 两道身影同时暴退 可刹那过后 却又毫不犹豫地再次向对方暴射而去 这家伙居然是强行突破的 唐欢微微皱眉 此刻 虎炫体内透散而出的气息极为狂暴 而狂暴中却又显露出一丝不太稳定的迹象 当然 这迹象非常微弱 就算是虎霄都没有察觉 这让唐欢意识到 此刻的虎炫或许并不如他表现出来的那般强悍 此战 若能速战速决 虎炫硬能获胜 可突延的时间若是太长 还好 唐欢的担忧并没有化作现实 很快 方庭讯就已露出了败相 虎炫的悬虎变突破至第二重后 攻势变得比和连鱼交手时都还要强猛 方庭讯左之右处 应付得越来越吃力 哼 没一会 在巨虎暗红利爪的拍击之下 方庭讯的那柄优黑长刀便再也握持不住 拖手飞出 扎入十数米外的地底 近乎同时 巨虎的另一只利爪也狠狠地倒在了方庭讯胸膛 视若奔雷 咔擦 隐约间 似有胸部断裂的声响传出 嗯 方庭讯闷横一声 身躯便如败格扳倒飞而出 巨虎如影随形地腾空而起 不等方庭讯落地 便再次扑及而下 这个时候的方庭讯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若被扑时 必定重伤 住手 我们认输 舌族那边 一个年轻女子大喝出声 吼 巨虎咆哮如雷 身躯一扭 便与方庭讯几乎同时落地 下一刻 巨虎法相消失 虎眩身影显露 面庞之上却已是红彤彤的一片 只是回头望了虎霄等人一眼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 魁梧的身躯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再无动静 第779章战胜一轮 此战 虎眩强行突破玄虎变二重 遭受反噬 重伤昏迷 反观方庭讯 伤势则是要轻得多 这让舌族那边懊恼不已 刚才那一次扑及 很可能已是虎眩所能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势 其威是应该并不如表面展现出来的那么厉害 就算没有主动认输 虎眩一级过后 估计照样会倒地昏迷 那样一来 方庭讯便可再战一场 可现在 事已至此 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 舌族很快便派遣出了第三名真灵武重修士 而虎卓派遣出来的第二人则是秦秀 也同样是真灵武重修为 这一战 两人势均力敌 半课中后 同时已失败论 到了第四场 虎卓派出了第三名真灵进修士罗成 而舌族那边犹豫了好一阵子 最终出场的是一名真灵四重修士 没有派遣最后一个真灵武中的高手 便意味着舌族已放弃了这轮比试 虎卿等人交换着眼神 都是暗松了口气 罗成很快便已击败对手 获得了第四场胜利 第五场 舌族出来的还是真灵四重修士 看到这幕画面 虎卿等人彻底放下心来 场地周围的虎卿修士聚居区内 也是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果然 也就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罗成便已结束战斗 此次比试 每轮战斗最多只能有五人出战 舌族的莲鱼 方廷讯等五人进阶落败 而虎卓采虎炫 秦秀 罗成三人出场 自然是虎卓获胜 这便意味着 在下一轮比试中 虎卓就算落败 也可得三成矿外 虎兄 恭喜 最少三成矿外是到手了 千语笑意盈盈的道 笑容中却显得有些无奈 原本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让莲鱼消耗掉虎卷的力量 再让方廷讯接着出场 击败虎卷后 还可再击败虎族一名真灵五中的对手 可没想到 虎卷竟在关键时刻 强行突破了悬虎变第二中 将方廷讯彻底压制了下去 而在最后关头 舍卫统领又判断失误 主动认输 不然的话 蛇族第一轮获胜的希望非常大 当然 如果第三场获胜 蛇族第四个出战的将会是依然 仍然有极大的希望获胜 可惜的是 第三场战斗 蛇族和虎族接败 接下来蛇族就算在派遣实力 最强的依然出战 胜算也是不大 与其破釜沉舟去赌那渺茫的胜率 倒不如主动放弃第一轮 留下一然 去争夺第三名的两城矿脉 侥幸 侥幸 虎猎哈哈一笑 心中的确是颇为庆幸 若非虎旋那小子战胜了蛇族的方廷讯 接下来虎族将会非常被动 说不定要提前将唐欢这个杀手键放出来 以确保能够进入第二轮 可这样的话 第二轮比试中 虎族状况将会非常不妙 还好 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 下一轮虎族的对手 硬是龙族无疑 虎猎良言左望 那张粗犷的面庞之上满是凝重之意 龙族最厉害的那个小家伙 还不曾出战 四族比试第二轮 对虎族来说 形势非常严峻 却不知唐欢这个杀手键 能否起到作用 场地左侧 龙族和鹰族修士的战斗 也到了最后关头 唐欢目光由宜 也在观察着战圈中正疯狂纠缠的 金色巨龙和白色大鹰 这已是两族的第五场战斗 鹰族出战的是第五位真灵五重修士 而龙族才指第二人出战 从这便可看得出来 龙族修士战力之强 鹰族的真灵五重修士虽多 可并没什么卵用 龙族第一个出战的高手 居然接连击败三个真灵五重的鹰族 对手之后才重伤而退 第二个出战的龙族高手 也是实力强横之辈 轻轻松松击败了一个真灵五重的对手 逼得鹰族只能派遣一个真灵四重的家伙 应付这第五场战斗 最后一个真灵五重的修士则流到下一轮 否则的话 此次四族比试 鹰族非得垫底不可 毕竟蛇族还有一个真灵五重的高手 若鹰族不留下人来 接下来的战斗绝对会被蛇族横扫 如果一番折腾 最终只能获得可怜的一城矿脉 鹰族情何以堪 轰 片刻过后 金色巨龙肠尾抽甩而去 躲避不及的白色大鹰立刻就摔飞了出去 坠落在数十米外 烟尘滚滚而起 他却没能再爬起来 第五场 我们输了 鹰飞尘脸色发黑 眉宇间恼怒无比 此次出战的十人中就有五个是真灵五重修士 鹰族定下的目标是四族比试的第一名 而且还是信心十足 可现实却异常的残酷 谁能想到 龙族的年轻人竟这般厉害 只派前两个人出战 就已经赢下了这比试的第一轮 而雄心勃勃的鹰族却落得须与蛇族争夺第三名的地步 诸位 这第一轮比试 虎族和龙族获胜 接下来的第二轮 虎族和龙族将要争夺一二名 蛇族和鹰族则决出第三和第四名 卓东青笑容满面地宣布结果 声音瞬间传遍周围的每个角落 恭喜龙兄了 你们龙族的这些小家伙各个战力超群 看来这次四族比试的第一名非龙族莫属了 鹰飞尘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这可不好说 还得比试之后才知道 龙心全笑容可觉的道 脸上却是引有自得之色 第一轮比试 龙族的表现的确是非常出色 现在四族那些未曾出战的修士 就属龙族实力最强 龙族还有两个真灵武中的小家伙 而虎族却只剩一个实力差距悬殊 若换成我是虎兄 还是主动认输 得个第二名算了 免得族中那些小家伙白折腾一场不说 还落得一身伤 虎兄 你觉得呢 鹰飞尘转眼看向虎猎 前两名和鹰族已是无缘 这让他极为不爽 忍不住想要几对几对虎猎 和龙族相比 他最痛恨的便是虎族 若非虎族横插一角 哪有今日之事 这话也正是我想对鹰老弟说的 虎猎正色道 鹰族直接认输 也能得个第四名 获得一城矿脉 这么大的一条宝石矿脉 一城可是不少了 哈哈 说到最后 虎猎已是忍不住放声大笑 紧接着 又无视鹰飞尘那铁青的脸色 转眼望向千语 千语足长 恭喜恭喜 你们蛇族的两城矿脉 差不多到手了 虎兄说笑了 千语无奈地摇头 一笑 第780章四战皆败 这第二轮 我们虎族怕是很难获胜了 龙族的真灵武众高手 还有两个 特别是娜的龙雪英 已达到了真灵武众巅峰 虎庆绝不可能是他对手 能得个第二 获得三成矿脉 也不错了 哈哈 第一绝对是我们龙族的 虎族真灵武众的修士 只剩虎庆一个 虎庆的实力据说 比他哥哥还要弱一些 这第二轮估计雪英不用出手就能赢了 英族那些家伙真是太倒霉了 龙族只出两人 就把他们那些真灵武众的高手干得只剩一个 英族剩下的那个家伙看样子 才刚踏入真灵武众之境不久 肯定不是我们依然妹妹的对手 场地中央 四大族长话中家枪带棒 场地周围的四族修士 也都是议论纷纷 人群间一片沸腾 诸位 第二轮比是 现在开始 只是过了片刻 着东青的声音便已再次开口 其手中两个沙漏几乎同时倒转 虎雁 你先上 虎骁只是略为思索 便冲虎雁点了点头 在龙族和鹰族的第一轮战斗结束后 他便一直紧锁眉头 直到此刻都还没有舒展开来 对于这第二轮的比试 他并没有什么信心 真灵武众的修士 虎族如今只剩一个 而龙族还有两个 其中一个甚至是龙族识人当中的最强者龙血鹰 与龙族相比 虎族可说是没有任何优势 在第一轮结束后 虎骁虽是没有吭声 可心中却是不止一次地咒骂鹰族废物 本以为此次四族当中 鹰族识人实力最强 却不料在第一轮比试中就一败涂地 就算败 也得败得好看一点吧 鹰族那么多真灵武众的修士 除了留下的那一个 其他的竟被两个龙族修士就解决了 是 虎验咬咬牙 大步而出 神色间有些坠坠不安 龙族和鹰族之间的战斗 的确是把他给惊到了 现在 就算是一个真灵四众的龙族修士出手 他也不再像昨天来时那般把握十足 如果龙族出战的是真灵武众的高手 他更是没有半分信心 不过 虎验也很清楚 虎骁第一个派自己出战 目的就是试探一下龙族 他起到的也就是炮灰的作用 这让虎验颇感憋屈 却又无可奈何 嗖 下一刻 细微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高大的身影便出现在虎验面前 竟是个满脸落腮胡子的年轻男子 龙族 龙远凡 虎族 虎验 虎验拱了拱手 拱着脸道 这龙远凡正是龙族剩下的两名真灵武重修士之一 一来就是这样的高手 看来龙族还是打着和之前差不多的主意 想要横扫虎族 而且是以一人横扫虎族五人 小子 你不打算认输 龙远凡甜甜嘴唇 呲着牙齿 神色猙獰 仿佛一只饥饿了几十天后看到了肥美鲜肉的凶兽 虎验心头一颤 却又强自镇静下来 沉声道 这世上只有战败的虎族子弟 没有不战而败的虎族子弟 几乎是话音落下的刹那 虎焰便已催动黑虎法相 目光凶狠地盯着对面的龙远凡 吼 龙远凡凶神恶煞班地大喝一声 一条金色巨龙已是从体内咆哮而出 撕裂虚空 扑向虎焰 龙吟之声响彻苍穹 一股可怖的威压也随着金龙的扑及之势 朝虎焰负压而去 似欲将其碾成积粉 吼 入吼声中 虎焰已是山戎法相 躯体极具膨胀的黑虎腾空而上 嘴巴张开到极致 朝那颗龙头扑咬而去 然而 龙头只是一晃 便已闪避了开来 一只龙爪从极其刁钻的角度探了出去 碰的一声过后 却是那只龙爪印在了黑虎腹部 哦 黑虎旁硕的躯体整得都扭曲起来 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便狠狠地摔飞了出去 直接洒入泥土之中 无数尘沙飞舰而起 差不多是黑虎落地的刹那 一条粗硕的龙尾就已从高空抽落下去 轰 电光石火之间 暴鸣声便已冲天而上 那土坑已肉眼都能瞧见的速度不断扩张 土坑之内 那黑虎差不多是刚刚撑起身躯 就再次趴了下去 陷入了泥土更深处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可怜的家伙 场地右侧 唐欢看得牙根发酸 暗自为虎焰默挨了一秒钟 虎焰是真灵似中巅峰的修士 按理说 那龙远凡就算实力强于他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将其击败 只可惜 在开战之前 虎焰就以心胆俱雀 觉得自己必败无疑 最后果然被对手两下击溃 不堪一击 土坑旁侧 龙远凡不屑地撇撇嘴 头顶上空 昂得一声响起 那金色巨龙盘旋缭绕 张嘴斯明 似在阴河 虎族众人闻言 都是怒行于色 场地边缘众人 也都是愤怒至极 虎老弟 不好意思 我们龙族暂时领先一场了 场地忠心 龙兴全落着汗下百须 笑咪咪的道 时间还长着呢 虎猎黑黑一笑 近似一点都不担心 旁侧 先于脸上笑意盈盈 英飞臣则是黑着脸一语不发 龙远凡击败虎焰的时候 蛇族和英族的第一场战斗也已结束 两族都是一开始就派出了真灵武众的修士 结果却是依然轻松获胜 这一战过后 并意味着蛇族胜局已定 英族再无翻盘之力 而在其余众人 包括绝大多数虎族修士看来 龙族和虎族之间的战斗也同样没什么悬念 龙族第一 虎族第二 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一开始就已注定 毕竟双方胜于修士的实力差距悬殊 接下来的战斗 也的确是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第二场 虎族派遣真灵四众巅峰的孙宇林出战 败 第三场 虎族真灵四众巅峰的霍刚出战 败 第四场 真灵武众的虎庆出战 孙宇林和霍刚的表现 比虎焰要好得多 成功消耗了龙远凡的部分力量 这也让虎庆在实力掠逊于龙远凡的情况下 能与其战个旗鼓相当 最终 这第四场战斗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半刻钟 龙族虎族接败